龙魂殿 李安国 跪谢战神 枪灭贼寇 攻凝战神出山 横扫出国 龙魂殿 李安国 那不是号称一殿守国门的龙魂殿吗 李安国可是四天王之一啊 前几堂张天任 恨请神医出山 就是这名 还有前几堂张天任 他可是华夏医疗界最顶尖的神医啊 五道王尊不肯一日无主 天道府夜天龙 王高人可入凡神 将五道传承千年 那夜天龙也来了 那可是五道界第一高手啊 这龙魂山出龙的啊 你擦屁股了吗 师父不要 臭小子 我让你跑 师父不要 不要啊 臭小子 不要啊 师父 别闹 师父 我操你吧 真的 师父 很危险的 师父 很危险的 师父 还跑 人呢 臭小子 从哪里去了 师父 师父 我错了 别再打我了好不好 我再也不敢了 你 老夫不打死你 让你待在山上 不要乱跑 看你捅出来的娄子 师父 徒儿既学了几位师父的本事 那么我就得帮师父们完成生前医院 这是徒儿的尽孝之道 你说说你啊 小小年纪不学好 尽学我那几个师弟 你没事去帮他们完成什么医院啊 你这一脑啊 外界的人都以为他们还活着呢 现在又找过来了 非要请他们出山 你看看怎么办 你就不能让他们在地下清静清静啊 师父 山下好像也没有听出的那么可怕啊 几位师父生前 为什么都不愿意出山 你不懂的 山下和山上不同 如果真落到山下的那些人手里啊 你的一生可就完了 你知道吗 只要战神肯出山 全亲听一下 皆可送 田里有个屁 高人他若出山 我把他做第一手妇 俗气 高人岂能看得上钱 只要他愿意出山 天下女子我随他挑 你听见了吗 乌尔啊 外界这些人就是这么可怕 他们会用各种东西来迷惑你的心智 救救你的脊髓 然后让你彻底沦陷 被他们完全掌控 的确很可怕 那么请问师父 我该如何规避这些呢 此处已经不在安全 为了让你也免遭土害 你只能下山了 啊 下山 没错 托儿啊 我这里有六封婚书 是老夫曾顺手指点过的几个女娃 她们既是你的未婚妻 也是你的几个师姐 你从中挑一个顺眼的 娶了后过平凡的日子就是 啊 我还有师姐 师父 这些师姐都漂亮吧 师父的眼光会错吗 那我不能全要吗 你他们 他们都是普通人 哎呀 孙女吧 我也是希望你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也是给你这块玉 这块玉呢 其实它是一块残玉 其他六块 在你六位师姐手里 你突破天境的时候会有天洁 须将玉融合为一 方能突破天境 啊 啊 哎 师父 那你怎么办 啊 你 为师老了 但不是死了 外面的种种啊 兔儿你把握不住的呀 那些人还是让老夫来对付吧 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 师父 这些都是兔儿之过 不能让您遭受此呐 哎 快滚吧 哎 一入凡尘 身似海 从此快乐是路人 为师不入地狱 谁一入地狱呢 为师 师父 你还没给我钱呢 师父 你还有钱 你还有钱 拿去吧 连钱都不给我 我怎么下山找媳妇 让一下 真漂亮 那是小家大小姐 我们将领文明的冰身美人 小姐姐 请问 你是怎么收费的 你刚才问什么 我是想问问你怎么收费的 小姐 我就问一下你怎么收费的 你怎么打人呢 你给我松开 我不放 说不你给我道歉 你先欺负我 还有我道歉 臭小子 立刻给我放手 糟 你们这是黑车 或是小东西 给我上 这是太极混元针 你竟然认识 这针法乃是神医胡老仙所创 你怎么会这针法 别这样看我 胡老仙是我三师父 这套针法当然是我教他的了 小弟弟 既然你是胡老仙的徒弟 能请你帮我救个人吗 也行 我这人不喜欢见别人人 我帮你救人 就当是你送我去江林的车费 小姐 小子明显在骗人 不要相信他 小姐 不能动 我也是 王叔 没时间了 他说这次治不好爷爷 小氏集团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二叔也不会放过父亲 到时候 父亲和爷爷的心血都会毁于一旦 我们走吧 神不得上车跟上大小姐 是 小姐姐 既然你如此优秀 那你帮我找个人吧 既然你如此优秀 那你帮我找个人吧 作为报酬 我帮你调理身材 你要找谁 自然是我媳妇了 对了 这个是我跟他们的婚约 这有六个信封 哪个是你媳妇的 自然都是了 小心 马队 只要都没打死你 他们在那 同工快着 看你们往哪跑 别走 王叔 没想到你被二叔收满了 小姐 对不住了 我爸一手提醒你起来 你怎么能这样对他 有人并不想让你回去 要怪只能怪二爷给的太多了 那些百事天津地义 敢这一票钱还能享受一下 大小姐美丽的神奇 这辈子也追了 想不到搭个便车 还能遇到这种好事 大叔 算我一个 我也要玩 没想到你怎么是这种人 我看错你了 小姐姐 开个玩笑 回一下气氛 放心 这群人交给我了 头小的我知道 你有那诡异的银针 拿着看看 真快 还真快 七步以内 真快 七步以外 七步以外 真 又快又转 小姐姐 你又欠我个人情 怎么样 有没有考虑做我第七个媳妇 你是怎么做到的 告诉你 十万个敌人在我面前 我都面不改色 这群小喽啰 算个屁 你就知道说大话 不过我们得赶紧回江林 职责生变 好 不过今日之救命之恩 来日 你可是要以身相许了 我回来了 爸 你也怎么样 情况不是太好 也不管这些了 你怎么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要闻二叔了 小妮 你这话我就不太听了 你去找神医 我可是马上找来张神医 来稳定老爷子病情 你如果人找来了 老爷子人没了 这不瞎白忙会一场吗 你怎么说话呢 二弟 你心里就这么盼着 咱们早点死吗 大哥 这就是你不对了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老爷子 话说回来了 这侄女不是去找神医了吗 神医找到没有 神医踪迹现实之后 龙鸣山就已经被围禁了 我根本进不去 不过 我把神医的徒弟请来了 有他在 爷爷的病 就能得到根治 大家好 我就是神医的徒弟 林牧 请多关照 请多关照 他 你们要抢财产 也用不着找个要犯的 你们看看 他那个穷三样 我看 这个就是要不着犯的 江户片子 女儿 他真的是你 请到神医的 是的 哪里来的建筑 也敢在我肖家招摇撞骗 本小姐给你五秒钟 立刻从我眼睛消失 否则 我就把你的手脚全都打断 丢出去喂狗 林牧是我请来的客人 小柔柔 你说话给我放客气点 哎呀 我的好堂姐 你就别装了 你想找个小白脸来充数 好歹找个像样点的吧 你看看他这一身 和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啊 身上肯定有什么大病 还有他这个破麻袋啊 他不是拿来装屎的吧 真是恶心死了 嘴贱 我的脸 我的脸 没叫你东西 如果你不会好好说话 那就学狗叫 这样说不定 我还想你只能扑到去 你可狗东西 你可打我牛 你可打我牛 现在我可以去救治病人了吗 可以 这边请 我的脸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一针扎下去 身相难救 你这一针扎下去 身相难救 你是谁 为何要阻碍我 治疗病人 我是来阻止你身败名裂的人 张医师 这位是我从龙明山请来的神医徒弟 这次过来是专帮爷爷看病的 萧小姐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好歹我也帮老爷子延续了半年的寿命 就算你不信我的医术 也用不着叫这个小子来羞辱我 张医师 他们年纪轻轻 是不要生气 老爷子的病情要紧 要不就老婆二位演进一个治疗方案出来 好吧 我可不敢当 他可是神医的徒弟 我一个小医师 怎么配和他一起研究病情呢 小小家主可别过我没提醒你啊 龙明山下自称神医徒弟的 随便抓十个就有九个 你是让我治疗还是让他治疗 你看着吧 那那那既然如此 还是请张医生先给爷爷治疗吧 不然林先生先在一旁观摩观摩 我没开玩笑 看他一针扎下去 神仙难救啊 好了 等一下就会醒过来 还以为这小子有多大本事 还不是划重取宠的小丑 张医师 你不要生气 这一次都亏了您 否则今天还不知道 要被我这个不忠忠的女儿 闯出多大把火来 爷爷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爸 爷爷 你快救救我爷爷吧 只要你能救他 你我怎么样都行 张医师 我这样 不进来 好的小丑爷 你快点 马上马上的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剩下的靠你们了 先生请留步 甘 甘为先生 什么事 甘为先生 刚才你所施展的 可是吃穿已久的 就针魂魂术 有点眼里见 刚才说你不如拥医 是我不对 能认出此数 称得上拥医这名称 沈医 请恕我刚才 不敬之罪 恳请沈医 能够不计前嫌 使我为徒 你要想学这垃圾针法 给你就是了 就这样 行了 别拜我为师 多谢师父 我说了 别拜我为师 我对受徒不感 多谢师父 女儿啊 这人是从哪找来的 如此高人 以后一定要深交啊 我也想吧 可是 可是人家已经有婚约在身了 对了 婚约 什么婚约 她想让我帮她找人 也不知道找的是什么人 女儿能找到她吗 不过如此一来 我肯定能联系上她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李亚菲 当前最红的女性 沈兴柔 全国最年轻 有一个女生 陈薇薇 全国最年轻的五道强者 楚琳 最年轻的上将 柳若雪 这个虽然不认识 但看样子也是个女神 这是 我 拜见尊主 奉华龙财团马会长之命 前来拜会尊主 这是马会长的电话 我 喂 你谁啊 属下华龙财团马洞 专职负责老先生财产 付钱资产已全部集成在您名下 现在开始 马洞越美尊主 富特导火 在所不辞 这什么情况 我的身份怎么就暴露 一切都是老先生安排 主下这就敢去精灵 另外 我的手下才可戴鹏先雄 正在消假 主下立刻安排他 前往拜见尊主 应平尊主调歉 师傅 说好了 有的事把我扛上了吗 你让我怎么办 算了 还是先去找老婆 我是去找师姐 尊主 看看你们 太烦人了 我警告你们 都给我听好了 给我哪凉快 哪待着去 都别跟着我 明白吗 如此不耐世俗 果然不愧是尊主 这里不收费饼 走 你哪来的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消失集团 你敢在这里撒野 我爹爹不收你这个费饼 我是来找媳妇的 你个臭小子 敢骂我 再不滚出去 打断你的狗腿 滚 小杂肘 你个打人 这是谁家的狗 咬到我了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我家护院用狗 他们护院用人 是不是 套腰犯的 你在咬我 放开他 你是什么人 竟敢在消失集团闹事 把他给我轰出去 不然我报警了 你们这些狗还分残雄呢 安保部的人给我过来 这里有人闹事 熟了 你们这干嘛 我这是来找媳妇的 找你媳妇 你媳妇谁 不知道哪个臭山狗 跑出来的野小子 竟然跑到我们消失 来找媳妇 怕不是脑子有病吗 有了 我媳妇 是 萧氏集团的总裁 萧妮 对于我们萧总的人 从江陵都排到了天海 个个都是明媚世家的公子少爷 他算哪根葱吗 不是 这次这个 也太不入眼了 又分了一个 大清早的 你拿我们开算是吧 赶紧滚 你们这 不是 我真的 他真是我媳妇 虽然说没见过面 但我们有婚约的 愣着干嘛 把他跟慌出去 是 臭洋犯的 你也逼我们都找 都给我助手 萧总 你们在干嘛 萧总 这个小娇花子脑子有点温 你来这儿 你先让开 你快告诉他们 我不是坏人 萧木 你快告诉他们 萧木 怎么回事 我就是你为过门的六师姐 你是谁 你就是萧氏集团的总裁 我媳妇 呸 我师姐 萧总竟然真的是这个小娇花子的媳妇 他是我师弟 他是我师弟 也是我 总之你们知道就行了 从今以后 他可以随便出入此处 不得阻拦 知道了吗 小娱 好的 萧总 小莫 走 去我办公室 小莫 那天你就这么走了 爷爷醒了之后跟我说 我还有五个师姐和一个师弟 都是因为当年我们身怀重病 大师傅是用你的血救了我们 所以师傅们才擅自定了亲的 想不到我下山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救了自己的爷爷 果然好像有好报 小莫 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更拯救了萧家 师姐 你能答应我个请求吗 什么 来 师姐 我们这样 小莫 师姐 你先坐下 听我说 师姐 我们合体吧 在这 太快了吧 不快 一下就好 是 我也是第一次 还不太熟练 我也是第一次 太好了 这还在办公室 我怕 别怕 既然都是第一次 那咱们两个就一定要好好研究研究 还要研究 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 肯定得好好研究 这不太好吧 要不你先来 师姐大 你先来 好吧 那都听师弟的 小莫 师姐 总裁 萧林玉和萧蓉蓉带着滑龙财团的冯经理 滑龙财团的冯经理 师弟 萧林玉怎么会今天把他带过来了 不知道 肯定是为了针对我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师姐 这什么表情 我不就为了那块玉 师弟 你别说了 滑龙财团可是世界性的顶尖财团 如果因为我惹得冯经理不快 萧蓉就完蛋了 总裁 那赶紧去吧 师姐 师姐 演练合体的事 我先出去了 快跟我走吧 行 换个地方也可以 冯经理 这萧妮知道您来 她不敢不见你 冯经理 你看她现在样子多嚣张 我来教育教育她 好大的胆子 上脸了是吧 这个人冯经理等你 把自己当成个人物是 今日宴请花龙财团冯经理 你还敢带着小白脸来招摇过世 要是冯经理怪罪 你担待得起吗 你这种人 根本不配做我们萧氏总裁 冯经理的事 我当然没有忘 不然也不会早早在此等候 至于我配不配做总裁 是爷爷的决定 还轮不到你来治愈 那是爷爷老眼昏花 要是让他知道 你带着个小白脸招摇过世 根本不会让你再做总裁 根本不会让你再做总裁 欣平你再多说一句 我捅了你的嘴 我让你说 小木你别冲动 待会这边处理完 我们再好好聊 小氏集团好歹也是当地的顶流 没想到有人在如此规格的宴会 竟然会做如此粗鲁的事情 看来我这次回去 要为小氏集团做一个重新评估了 这小子不是我们集团的 这个小妮更没有资格代表我们小家 您放心 我马上就让他们滚出去 小妮赶紧给冯经理道歉 还不道歉 你知道冯经理这次代表什么 他不仅代表了花龙财团 背后更是龙鹏剑等三大势力七尊的尊主 赶紧向冯经理道歉 不然我告诉老爷子 将你道歉小家 赶紧向冯经理道歉 今日的确是小妮唐突兰 给冯经理道歉 还请原谅 你 小总身为集团总裁 若是连下面的人嘴都管不住 不免会让人怀疑你小总的当令 冯经理教训了事 小妮记住了 你 小孟 放下 你别冲动 师姐放心 不管什么麻烦 我都帮你摆平 大人不惨小子 等我收拾完了小妮 再来找你算得很好 我都要看看 你可怎么教训我 冯经理 然后已经准备投档 咱们要不就开始吧 咱们要不就开始吧 好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吧 大侄女 虽然老爷子醒了 但他现在这个身体 也不能升任董事长这个 所以我经过他老人家同意了 最后就在你和容容之间选出继承下一任董事长之位的人选 既然是爷爷的决定 我自然听从 只不过容容从来没有经营公司的经验 恐怕不太合适 谁也开始就会经营公司 至少容容是一张白纸 不像你 二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消失集团现在的利润下降了一半 你纪委总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年行情什么样 二叔你比谁都清楚 同级别的公司都互债累累 我还给公司创造了盈利 我合作之要 这点利润还不够股东下压说的 原本公司是可以和李家坦合作的 就是因为你拒绝了李少 所以导致公司利润下降 最后损失贪中 下面我正式宣布 罢免了消失总裁的决定 消失总裁 怎么做是他的自由 且不说他与我有婚约 就算没有 你们又凭什么为了投资 逼着他被别人低头 不可能 整个将领都知道消失眼高于顶 你算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跟消失有婚约 小杂种 你不要以为盼上了消失就一步登天了 消失这种一无是处的废 你是个愿不可能踏进消失一步的 你是个愿不可能踏进消失一步的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和消失的婚约 长辈之命 媒妁之言 我和消失的婚约容不得你 说三道四 一张破纸就说是婚约 我看到这个杂种 就是消失在外面养的一个小白脸 我和未婚夫从未做过见不得人之事 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方经理 实在是不好意思 请您来赴宴 没想到会揭露这样一个丑闻 当我保证 此事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作的 比人曾有幸见过三大势力共尊的尊主一面 不过话说回来 作为年轻人 差距可是与你之别 方经理说的是 这种下散烂 怎么能跟尊主相提并论呢 你刚刚说见过我 连你们马东都没见过我 你是在那见过我的 放肆 竟敢冒充尊主 小总 这可是你们消失之事 今日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 方经理 恕罪 此人跟我消失 毫无关系 我这就把他给扔出去 你个自甘下贱的东西 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吗 看我不打死你 你找死了 不要以为你是我小时姐的二头 我就不敢对你动手 你要是再不安反 我不记得你永远把你闭上 你这个小大众 快放开我吧 你不解冒充尊主 见还敢在封闭你面前从手打我 这就无法无法 你这个出生大不放手 我让你全家负担好死 你都闭嘴 我让你叫 小木 别闹了 我说过了 记得给我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量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量 竟敢冒充尊主 你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的 你最良心 是 我林木今天就在这里 就等着你们的尊主 或者我亲自联系马头家的 你竟敢对冯仙长这样说话 我打死你 走 来 见到尊主了没有 你刚才说什么 你 你个小大众 敢这样跟风景里说话 你是要把孝氏集团扯你弄垮了才开心吗 你这个狗东西 不要以为拍上将人就可以肆无忌惮 信不信我让你们真的肩负义父不当老死 你说什么 你 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林先生说话 冯教练 你认错人了 他只是从山上下来的 一个小杂种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还 还至于我 信不信让你消失集团 再将你消失 真以为你们是肖家人 我就不敢跟你们动手 小杂种 你居然还敢这样 你不要因为我们肖家好欺负 我要让你们这头狗男女神白病 让我老婆出卖身体来争取资金 你们哪来的脸 你们为什么不去 你们为什么不去 小你本来就是总裁 这是他应该做的 他不去 谁去 再说 你又不是消失的 你凭什么在这 说咋到死的 过去 现在还有谁 想罢免我老婆的总裁之位 小你你个贱人 带个杂种来集团闹事 当着冯教练的面 如此放肆 我一定要告诉爷爷 把你除除集团 我对集团问心无愧 你们如果有能耐做到 尽管去做 但如果以后再看如麻小木 我保证 绝对 让你们等同集团消失 小木 小你 你别以为这样就算来事了 等董事长选举那天 如果你还是拿不到李家投资 小舍集团将再无你能容身之力 随你 学子 还想让我给你投资 白日做吗 李先生 李先生 这小杂种 怎么能认识 东京里这种大人物 他们绝对都被骗了 师姐 刚刚没吓着你吧 没事 师姐不是那么脆弱的 小木 我得去办公室签署一下文件 你等我一会儿 好的 李先生 尊主 尊主 在下华龙财团赴会场 冯天雄 拜见尊主 属下刚才有眼无助 还请尊主殊罪 滚吧 让你们马东亲自来见我 千雄遵命 尊命尊主 属下告退 李牧 这是二十万 请你从萧总身边马上消失 你神经病吧 师姐是我媳妇 我干嘛要离开她 像你这种小白脸我见多了 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到处招摇撞骗 实际上除了长得帅 一点本事都没有 谢谢夸长了 我不是在夸你 萧氏集团是萧总的心血 如今却为了你被逼的放弃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就拿着这二十万马上离开 拿着这二十万马上离开 谁说他放弃了 这不是好好的吗 董事长竞选 就是看谁融资的多 萧总放弃李家投资 就等于放弃竞选董事长 萧荣荣如果当选 集团还有萧总的位置吗 区区一个李家又能有多少钱 李家可是江陵最大的集团 流动资金就有一个亿 以后至少十亿以上 你拿什么跟李家比 傻了吧 被吓到了吧 既然如此就赶紧拿着这二十万马上离开这里 萧总那边我会跟他解释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 那这样我给师姐直接投个百八十亿不就解决了吗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要搞这么复杂 干嘛 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顾小语 我问你 是谁说我女儿包养了小白脸 是谁 我 伯母要告诉我 是她 滚 妈 你好 我是萧妮的老公 您可以教我小脸 也可以教我小莫 谁是你妈 你是谁老公 我女儿可没有你这种简破烂的男人 什么东西 还吃软饭 你配吗 妈 你要是再敢叠误我女儿的名声 立刻把你抓进去 妈 你误会我了 这里面没有废品 都是宝贝 你看 什么宝贝 我女儿身价几个亿 每个月开销都是六位数 你配吗 妈 什么玩意还想吃软饭 没出息的东西 妈 我会医术 我给你把把脉 你现在正值更年期 然后内心紊乱 容易动怒 再动怒个几年 你就老年痴呆了 你让我把个脉 闭嘴 小兔崽子 来人了 鸡团来了一个疯子 巴娜 都是干什么吃的 来了一个疯子都没有人管 妈 你怎么来了 女儿 你疯了吧 讲理那么多青鸭菜 就你一个都看不上 偏偏看上一个要犯 你想气死我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小木他 我不管他从哪里冒出来的 总之 你不能跟他有任何瓜葛 晚上李少约我们 都决定吃饭 你必须跟我过去 妈 我不去 晚上我要跟小木一起吃饭 你还要认我这个妈妈 你还要认我这个妈妈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的话 又不得你做主 走 妈 妈 没事 妈让咱们去 咱们一起去 不去跟来 你要是该跟过来 我就撕给你们看 好 小兔崽子 我告诉你 只要我活着 就不要妄想吃我女儿的软饭 尊主请吩咐 是徐玫瑰吗 是的 尊主 把金鼎中级酒店的位置发给我 好的 尊主 酒店方面有我们的同伴 需要他去迎接你吗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想 不急 要有难心 抱歉 李少 抱歉 来晚了 小妮为了赴你的业 化妆缓了太长时间 所以迟到了 真是抱歉 哪里 小妮天生励志 不用化妆 也是清本佳人 你们能来赴业 就是我的荣幸 女儿 你看荣若也来了 想必也是为了丽家的头子 今晚你一定要表现好一点 女儿 不能给他敲了陷阱 李浩姐 想必今天萧氏集团的事情 你也听说了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老公还等着我回家 给他下面吃 我老公还等着我回家 给他下面吃 李少 你别听他瞎说 他哪来的什么老公 没有的事 我就说 小妮眼光这么高的女人 除了我 还有谁能入得了她的眼 难道就凭那个情小子不成 我老公确实没你有钱 但我喜欢她 就凭这一点 谁也改变不了 小妮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李浩杰能看上你 是你的荣幸 今天你敢走出这个门 我明天就安排人 让那狗杂子横死街头 李浩杰 你要是敢动她一根寒毛 我笑你这辈子就算什么都不做 也要跟你李家动个鱼 算不破 哎哟 好了 唐姐 今天李少 她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请你吃顿便饭 如果你想走 我们也没意见 唐姐 但是这杯酒 总得喝了吧 哎呀 是呀 女儿呀 来都来了 酒屋总得喝一杯吧 人家也是一瓶好业 敬一下李少 女儿咱们认识这么多年 喝杯酒不过分吧 多谢李少的酒 多谢李少的酒 告辞 女儿呀 李少 还不快过来大把手 伯母您坐着 我来 女儿呀 你不舒服吗 妈送你回家吧 哎呀 大伯母 别担心 唐姐就是喝不惯这种酒 刚好李少 在酒店楼上开了房间 一会儿 扶唐姐上去休息一下就好了 可是 哎 伯母 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让容肉送她上楼吗 可是我看小妮醉得挺厉害的 容肉一个女孩子怕扶不动 李少 我当然相信你 我跟你一起去 顺便搭把手 你就别操心了 大伯母 你刚回来 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哎呀 大伯母 走货 放开我 放开你 你不是总在我面前装作膏了 怎么 现在一副母狗 好香啊 好香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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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 我倒要看看那个野种 到底咬没有碰过你 不要 放开我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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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小妮救我 放开我 你找死 你什么人 禽兽不如的东西杀了你 满减我心头之汗 我要你活着 放开我 什么 不好吃 学姐 你怎么样 什么 我要 不好吃 学姐 我要 你这次可是出球了 什么 什么 原来是你 你个畜生 让你伤害我女儿 混蛋 我打死你 我警告你 我现在带我师姐回家 别乱我 你什么 你个畜生 我女儿好心对你 你就给你救出 医生 你这是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我他妈愣着干什么 给我把这个强奸发 抓起来 好 就是你这个畜生 你竟敢弥见我的堂姐 还出手伤人 你死定了 这次耶稣也保不住你 我警告你 明天消失集团大会 行李的带上你全家 去给我师姐磕头认错 否则你们李家鸡犬不留 快来人 给我废了他 滚 拜见尊主 我是金鼎周济酒店的老板宁心 刚才的事 属下已经知晓了全过程 是属下失职了 请您恕罪 你就是薛梅哥安排在这里的人 属下该死 让萧师姐受罪了 我这就派人去灭了李家 不用了 去把酒店监控调出来 敢冒犯师姐 我要他们付出血的代劲 师姐 你再忍一忍 一会就好了 怎么样 行 师姐 我帮你干一下 把你一块控制不住 热 我好热 我热 热 师姐 得罪了 师姐 你要是再装睡 我可就要彻底疯狂一把的 小木 你走吧 师姐 怎么说 你这是提起裤子不认账了 怎么说我也是救了你一命 要不 趁现在没人 我们现在合体吧 你 你是认真的吗 趁现在没人 我们现在合体吧 你 你是认真的吗 对 在我下山前师父特地嘱咐过我 每一个师姐身上都有一块残玉 能跟我身上这块苦玉合体成一整块 师姐你说我能行吗 小木 你说到现在 你是在说这个 不然呢 师姐 你那块残玉在身上吗 要不咱们试试看能不能合体 我 我的在家里 那我回去给你拿吧 我 我有点累了 明天还要董事会选举 小木你先走吧 我早点休息 不是师姐 我住哪儿 哎呀 你按住哪儿住哪儿吧 师姐你不能这样 师姐 你真的这么无情啊 师姐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在外面等你啊 哎 王总你也来了呀 对啊 我想知道花落谁家呀 你看那个吃软饭的也来了 有好戏看了 你这个常见犯 还有脸跟着我女儿啊 我警告你 我已经报警了 你就等着楼底坐穿吧 妈 你误会小木了 不是你想的这样 小木他怎么可能伤害我 是啊 这位年轻人只想救了老爷子的命 你们之间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 能有什么误会 昨晚我亲眼所见 这臭小子想对我唐姐行不轨之事 李少想要阻止 他还打伤了李少 事实就是这样 还能有什么误会 就算我们不找你算账 他们李家也会找你算账的 再说了 你个外人也敢到这里来撒业 爸说的对 爸 我说话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断 我说话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断 够了 小木 好的师姐 师姐不要怕 你尽管放心大胆去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帮你摆平 各位请静一静 萧氏集团新一届董事长选举现在开始 有请原董事长萧妮上台讲话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萧氏集团新任的董事长选举 但在此之前我要宣布 我要退出董事长的竞选 请问萧总 你这次主动退出萧氏集团 是不是因为昨夜你被人玷污的原因 萧总 您这么急的退出 是想躲避李家的报复吗 萧总 是不是您包养的小白脸偷偷挪用了公司账户 你想要带着他一起为罪潜逃 请问萧总您这么做怎么对得起其他股东 麻烦萧总 请您回答 作为媒体你们应该做的是报道事实 我退出完全是因为其他原因 跟其他任何人无关 而不是捏造虚构 我不同意 姚妮你 你投出这么大个娄子 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今天想走就走 不可能 那二叔你想怎么样 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还请我们萧总集团拿八一的欠款 第二点 给李家公司磕头道歉 第三点 无偿的退出你的股份 无偿的退出你的股份 第一 我没有挪用公司公股 第二 李少知是我合作之影 为何道歉 就算是污蔑 定要拿出证据 第三 你没有资格动用我的股权 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萧妮 既然你要让我拿出证据 行 今天我就拿出证据给你看 就是你在外面包养的小白脸 这些年萧妮在她身上骑马花了一个夜 今天她穿得这么汗衫 就是因为她的眼人耳目 天呐 江灵第一女神今天包养小白脸 你到底想怎样 别急啊 这只是第一个证据 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来 大家向后看 主位 昨天晚上 我是好心情 请萧妮吃饭谈生意 可她却让这个小杂种把我儿子打成重伤 今天我就是来讨回公道 给她一个惩罚 还有我 我也是受害人之一 卧槽那不是萧家二小姐吗 各位 董事会选举 历来都是萧家惯例 但是我堂姐 你竟然怂恶这个小白脸殴打我 想要让我毁容 想要让我毁容 唐姐 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恶心 你们这个狗男女怎么还不去死啊 哎呦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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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污蔑我 我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亲爱了 我们走吧 再也不要回来了 臭小子 我女儿就是被你害成这样的 我要是让你放出一切代价 小杂种 我们萧家的软饭可没有那么好吃 我跟男人宣布 我小领域保证 将这一对肩负淫妇绳之一华 混蛋 让你再让你狗叫 爸 小杂种竟然还敢出手伤人 下面的节目请你跪着看 混蛋 现在我也给你看一个证明 给我把眼睛睁开 别装死 爸 爸 蓉蓉 今晚我请向你她见人吃饭 爸 蓉蓉 今晚我请向你她见人吃饭 这里有一包药 你到时候放在她的酒里 一包下去 保证她遇先遇死 她吃了 你啥回来 来吧宝贝 我让你先遇见遇死 不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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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滚了 不许看 不许看 快给我滚了 不许看 快给我滚了 太不要你了 就算这样也改变不了你是强奸犯的事实 而且还打伤了李少 这两件事情夹起来够你老李坐穿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 谁则是真正的强奸犯 这群人涉及陷害萧总 谁则是真正的毒蝎心肠 看来我是误会了你这小子 没想到总裁就遭人如此算计 如果没有他 是我陷害的又怎么样 现在我才是萧氏集团的总裁 你们再怎么样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一定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好看 你凭什么认为这个总裁之位一定是你 你凭什么认为这个总裁之位一定是你 萧家祖训选举之日谁融资最多谁就是董事长 你有钱吗 你有权吗 你一个野种凭什么来干涉我们萧家的事情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发气 臭小子你说对了 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就算你能证明萧妮的清白又能怎么样 李嘉一就会投诉我女儿你们的 现在我宣布新任的董事长就是萧融了 怎么会这样 你就是李自明是吧 不知道昨天我让萧融融带给你的话 你是否收到 我再重复一点 跪下认错 否则鸡犬不留 你这臭小子 你以为咱们李嘉是软世子 打伤了我的儿子 还敢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你晃到头了 宰人 怎么 难道你们就有这点手段吗 小杂碎 我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羞辱你的女人的 我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羞辱你的女人的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亿的融资 我李嘉宣布 我李嘉全力支持 小柔弩出任 小市集团的董事长 好 好 多谢李总 以后小市集团 定队李总 马上去 好 小市集团以后就是我的了 小李总 我一定要把你逐出小家 小木 没关系的 集团没了就没了 只要人还在就好 放心 一切交给我 小木 你当心 这就是你的底级吗 一个亿 很多吗 不知天高地豪的小子 这一个亿 能要你的命 也能要了这女人的清白 在强权面前 这女人 就是一条金花的母狗 麻烦让一让 天海宁家特来赠予 萧尼萧总裁五亿融资 宁总 我们李家一直与你们酒店 井水不放河水 你确定要为这个贱人和乞丐出头 我宁心做事 需要向你一个烂人解释吗 很好 既然你不留情面 咱们李家再追加五个亿 猴子萧容 李自明 你我都是将领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宁心今日劝你不要自寻死路 我宁心今日劝你不要自寻死路 我行走江湖那么多年 还不知道死怎么写 只怪想救他们 除非你是华龙财团的马会长 不然你还真没这个资格 李先生和华龙财团代理会长 都有很深的矫情 天不久更是行动了风经理 跟我们萧甲接洽 到底是谁在找死 我 多谢您总的好意 我心领了 五个亿 就当是请您看场好戏 给我闭嘴 你小子有病吧 成事不足 办事有余 什么 这个场合你先不要场合 让我来 林先生的提议倒也不错 五个亿看场好戏 倒也挺值得 既然您总放弃 继续给萧您加注投资 也就是说 萧您要退出选举 那么我宣布 萧容容 就是下一届的董事长 没允许你这么早下定论的 马中 是房财团会成马中 马中 马中怎么来了 真不愧是尊主 连马中都能驱使 怪不得让我在边上开心 谁有这么大本事能把他请来 萧容容没那么大能来 难道是萧总 不对 总裁所认识的人 我都认识了 你有什么资格来干涉 萧氏集团董事长选举 马上给我滚下来 马 马会长 还有你李子明 你算个什么东西 马会长 西诺 您怎么大驾光临将领 我若不来 你想做什么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谁敢来干涉我们萧家的事情 赶紧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马会长 今天是我们萧家竞选董事长的大日子 您这种身份过来闹事 合适吧 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高的蠢货 你们也配 花龙财团马中 特意为萧总送上百亿投资 一百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疯了吧 就一个董事会选举 百亿投资 你是钱托造的谎吗 闭嘴 信不信我拔了你的牙 让你这个小母狗 不能在这里乱咬人 小总 这份投资订单 不知您是否满意 若我不满意 花龙财堂可以再出家百亿投资 板会长 您太客气了 这已经足够了 足够了 给你就收着吧 他这么大一个会长 他拿出两百亿 这位先生说的是 我现在就让手下准备 明日再送上一千亿的投资 一千个亿 这种小事以后再说 李自明 现在跪下 认错 你算什么够东西 敢叫我爸下跪 小杂种 你算什么东西 我怕的是马会长 你让我跪就跪 小米三 你还没这个面子 爸 你们干什么 竟然敢打我爸 他可是李家家主李自明 当你跪就跪吧 玩那么多废话 你给我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我才是小史集团 董事长欧学人 小米 今天算你运气好 但是他殴打荣荣这件事还没完呢 没得回报给老爷子 将你住手小家 过当的东西 有没有活下来再去告我 现在 凡人的苍蝇都被赶走了 举行上任仪式了 都给我配合一点 听到了吗 你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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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龙财团马通 拜见尊主 今天表现不错 说吧 想要什么奖赏 能够问尊主服务是属下的荣幸 我这么穷也没什么东西给你 就算你想要什么我也给不了你 不过吧 我倒是可以把你的腿给治好 你真的可以治好我的腿 到底要不要治疗 给个准化 我一般不会给别人随便治病的 治治治治 当然想治 行了 先坐吧 马上给你治好 多谢尊主 行了 起来走两步试试看 马东 谢尊主 再早晨 你今天也帮了我师姐 咱们就两清了 尊主 您不跟我回去继承华龙财团吗 我继承那玩意干嘛 我还要陪师姐游历人间呢 尊主 这可不是一两个亿呀 您的财富 足可以买下一个国家呀 你神经病吧 我没事买国家干嘛 你要这么闲 就去帮我调查一下肖老爷子是被谁吓得中 尊主 既然您不愿回去继承财团 那就收下这张卡 去去去去去 我都说不要了 难道师姐还能把我饿着不成 尊主 行了行了 你说你烦吧我要回去了 师姐现在肯定在到处找我呢 记住了啊 别暴露我的身份 你身份太高调 不符合我的风格 去 给我查清楚肖家老二和李家最近都接触过什么人 任何信息都不能放过 小莫 我找了你好久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才分开这么会儿老婆就开始想我了 想什么 我是担心你被二叔和李自明报复 他们两个现在指不定在哪家医院做病友 哪有心思来报复我 不过我现在到这儿想报复一下师姐了 为什么 你干嘛 谁叫师姐不相信我 还差点把董事长的位置让出去 好了 师姐知道错了 但你也没告诉我他们会过来 因为我就是滑龙财团的尊主 他们都怕我 因为我就是滑龙财团的尊主 他们都怕我 别闹 你连师姐都不肯说实话吗 你要是滑龙财团的尊主 那我还是滑龙财团的丈母娘的 小小年纪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也不怕吹破了钱 臭小子 我警告你 马会长伸出元首 他是看上我的女儿 你还敢过来妖宫 给我的脸 妈 你瞎说什么 人家马会长怎么可能这么肤浅 再说了 就算他想 我和小母已经有婚约在身了 我也不会答应的 什么婚约 我是不会承认的 我也是不会答应的 人家马会长 人虽然老了一点 但是他有钱 哪像这个 一身穷酸香的小废物 妈 你再这样说小母 我真的生气了 好 我不好说了 今天你那么喜欢马会长 不如就把他叫过来 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去 好小子 这可是你说的 待会马会长带我女儿去吃饭 你可别哭了 小总 你们在聊什么好事 聊得这么开心 我丈母娘想让你娶她女儿 也就是我老婆 我丈母娘想让你娶她女儿 也就是我老婆 对不起 抱歉 那个谁 去给这位夫人刷刷牙 不 给她洗洗脑 不 算了 这个事情还是你们自己解决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 怎么会这样 妈 我就说人家马会长没有这个意思 你非要乱讲话 臭小子 你想娶我女儿 哪有这么简单 你看看 我都说了 马都不敢娶你的 咱妈废不屑 就算是这样 小总也不会看上你这种穷乡批养出来的穷小子 我看你还是尽早放弃 够了小鱼 我跟小木的事不需要其他人管 好的小总 小木 今天帮了师姐这么大的忙 师姐请你吃好的 好 走 我刚才看马会长走的时候 腿已经恢复了 是你给他治好的吗 也是因为你答应帮他治病 所以他才答应过来给你帮忙的 你答应帮他治病 所以才过来帮忙的 不是 他来可不是因为我给他治病 而是我让他帮师姐的忙 看他表现不错 心情一好 我就帮他把腿治好了 好好好 师弟最厉害了 师姐信你还不行吗 师姐 我没骗你 这是真的 对了师弟 我已经联系上三世界沈心柔了 他就在咱们这边 想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哪 真的吗 你找到沈心柔师姐了 他在哪 看给你急的 他眼下就在江北 跟人合伙开了一间很大的古药行 他现在可是最受欢迎的私人医生 太棒了 沈心柔 听名字就知道他一定很温柔 怎么了 小师姐就不温柔了吗 没有 小师姐你属于 属于 高冷类型的 然后脑子又不太好使 要是娶回家里一定会让人操心 但是三师姐一定就不一样了 听名字就知道 很温柔的 而且还是学艺的 性格一定非常好 哎呀 好想快点见到沈心柔师姐了 不知道他还记得我吗 哦 哦 哦 温柔是吗 啊 沈心柔师姐好啊 啊 温柔是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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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呃老婆我错了 呃呃 我要断了 你还知道疼啊 我都让你叫老婆了 臭小子 你胆肥了是吧 快点说 两个世界到底选谁 呃呃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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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乔总 那臭小的人呢 他去上厕所了 哦 还没回来啊 谁知道 这臭小子 两位美女 有这个荣幸认识一下吗 你谁啊 麻烦请你走开 两位美女 请你们喝杯咖啡 总可以吧 我说了没兴趣 再不走的话我就要报警了 认识一下不过分 我叫程 江北的陈氏妖爷 就是我家的 那是陈氏妖爷的公子程 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准医师了 看来这两位美女 逃不出她的手掌心了 美女 你确定不认识一下 我这可是僵尸单队和保时捷 你难道不想进去里把玩一番吗 你姐 陈家在江北势力很大 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得罪的好 这位美女有眼光 比人在江北还是有几分薄面 若想去江北游玩 在下可以亲自小龙 我说了让你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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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女人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也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放开 放开 你 你 你 谁啊 给他们打本事 当然是你爷爷我了 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种方式追女孩啊 你爹我 给你表演一下 怎么追女孩啊 怎么跟女孩表白 哈喽 美女 揍你个手表 就当贺礼了 要不要 笑死爹了 揍你个穷屌丝 拿个电子表糊弄美女 还倒是喜欢 我当成 喜欢啊 漂亮吗 非常漂亮 林沐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城市药业的继承人 你一天不给萧总惹 麻烦你难受是吧 怎么了 他调戏我老婆 我还不能揍他 小杂种 你他妈给耍我 你今天不给我磕头认罪道歉 我他妈让你走不出这个酒店 林沐 你干嘛 快放手 陈总 你快放手 陈总 这位是我们萧氏集团的萧总 人不是他乡下来的表弟 实在抱歉 实在抱歉 你就是小泥 就是当着拳将领那面成人包养小白脸的那个贱人 老子还以为是什么贞结裂父的 闯什么情歌 眼瞎就去医院 不会说话就学口教 本来想放你 但是今天我只给你两个选择 一 给我老婆磕头道歉 一 二 四 再去 一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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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兵 保兵 我弄他 那死了算我的 我弄他 萧总 我们赶快报警吧 没事的小鱼 不要担心 萧总 你怎么还有心思喝咖啡 那么多人 林梦他再能打男的还能 就这群废物 这瞎脸子给你们多少钱 我上位也行 搞东西 我可是陈生的技术 不要罢了 你们在干什么 哪里来的叫花子 胆子不小 赶着精灵酒店闹事 不想活了 我现在命令你 马上给我们尊贵的客人道歉 薛君缘由都不问清楚 就在这乱废 怎么 他是客人 我就不是吗 我们酒店有规定 医官不诊者 恕不接待 卓宜你不算是我们的客人 那我呢 他是我男人 跟我一起来吃饭 我算你们的客人吗 抱歉啊 萧总 我们酒店有规定 小白猎鱼狗 不得入内 看来我们酒店的安保工作 还要加强 放肆 你要是这种态度 我真得跟你们宁总好好谈谈 谁不知道 我们宁总是看在马会长的面子上才帮你的 陈少给我们酒店投资数千万 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 赶快给我道歉 否则的话 谁都躲不住酒店 作为将人最大的酒店 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你他妈放开我滚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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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臭家伙弄死这个杂种 都给我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呢 老板 这小杂种在我们这边闹事 还打烧了陈少和我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林总 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 你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谁给你的胆 敢对林先生不敬的 给我跪下 跪哪 知道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吧 你也给我跪下 否则我灭了你陈家 是是是 对不起 林先生 是我对手下管教无方 这龙金卡是我向您的赔罪 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哇 竟然是全国只有十张的龙金卡 林姐 也只有你长 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 行了 师姐 看来这顿饭我们也吃不成 我们换地方吃吧 好 走吧 我的天啊 林总和这个小子到底什么关系 连龙金卡都送了 老板 不长眼的废物 因为你 我已经在尊主面前第二次失利了 让他消失 是是 林总 林总求求你饶命啊 饶命啊林总 老板 我得靠好没 等一下 马上好 把这个老板生意好 两位姐姐 我知道我长得帅 但也没必要这样一直盯着我吧 说 你跟倪琴到底什么关系 倪姐 这还用说嘛 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不过是个小白脸 竟然还劈腿 非我们倪姐对你这么好 我跟她压根就不熟 怎么就劈腿了 啊 你跟她不熟 你跟她不熟 她能给你全国只有十张的龙金卡 随便一张都是百亿级流水 你倒是也给我一张啊 嗯 给你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有趣 我虽然没钱 但是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你姐 我们走吧 不要跟这种人渣说话了 哎 你自己说要 我给你牛骂我 你这女人是不是有病啊 有病我会治 给你打两针 保证要到病床 小木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也认为我吃软饭 师什么姐 叫老婆 不然就不要跟我回家了 师姐 你不是说骨鱼在你家里吗 拿出来给我看看呗 你等一下 这就是师父给我的鱼 啊 这 这是腿针鱼啊 啊不对 鱼针长啊 你 好吧 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我去洗澡了 哎 师姐 要让两个东西强行合体 是不是非得一凹一凸才行 啊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这个凹的 它这个凸的 该怎么进去呢 你自己想吧 不行 不能瞎弄 万一弄坏了 就不好玩了 师弟这人平时看起来挺冷的 其实满脑子都想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师姐 我觉得这个洞这么小 我看我的这个又这么大 强行挤进去会不会裂开啊 不行该怎么进去呢 我受不了了你个臭流氓 师姐 我觉得吧这个强行挤进去肯定会烂掉啊 啊 你你在说这个啊 不然呢 那个 师姐 要不你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把它弄进去 我有点累了 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我先睡了 师姐 你帮我出出主意呗 这个怎么进去啊 明天还要见师姐呢 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早点休息 晚安 师姐是怎么了 不就让她给我出出主意吗 要不是吃了她 这儿啊 可是江北最大的要好 来这儿看病的人比医院都多 也是为数不多 中医比西医更受欢迎的地方 天 这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吗 要不是中医失传太多 哪还有西医什么事呢 又是你们两个狗男女啊 哟 还挺巧的嘛 小逼崽子 老子上次在江陵拿你没有办法 这次在江北是老子的东西 老子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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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我们这次不是来找麻烦 是有事要办 现在不是你们想不想惹麻烦 是我要朝你们麻烦 走给我过来 陈先生我劝你不要冲动 否则我以萧氏提团董事长的秘义发誓 绝对会让你付出代价 萧 你以为你们萧家算什么东西 老子弄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给我上 难道我杀了 你都给我八锅 今天我要弄死这顿狗男女 还弄死干什么 赶紧上 我说 你下次能不能带几个能打的过来 每次带这群垃圾过来干嘛 刚好 这里是药行 是不是把你打残了也可以直接进去 你要干嘛别过来 啊 你他们干嘛 你 你 住手 这里不能打架 为什么打人 歇容他在这边闹事 你知道不能闹事啊 来一伍的 小师弟 小师弟 师姐 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好了师姐 好了好了 下来吧 师姐 你把小师弟给吓着 第一次见到小师弟有点情不自禁 有点情不自禁 你都长这么高了 上次见你你还挂着鼻涕呢 现在也更帅了 那没睡醒吗 他们怎么会 好啊 沈兴荣原来你们一直在一起玩我啊 这小子在这闹事你非得不助理他 竟然还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 你信不信 我让我爸给你撤刺 我看你怎么办 师弟 师姐处理一点事情 我们等一下了 师姐 要是你摆不平 我帮你摆平打 你一个小鼻子 放心 这点事情师姐还是能处理好的 师弟你等会儿 陈先生 请你尽快撤资 我们谷药行 不需要你陈家一分钱 你知道你他妈在说什么吗 你没有我陈家 你根本不可能到陈基堂进修 你确定要为了这个杀碎 放下了这个机会 我能进陈基堂 是他们认可我的实力 而陈家采力 请你收回刚才的话 不然我会解除与陈家的所有合作 谢谢 陈先生 你他妈是疯了吗 老子追你那么久 你现在为了这个垃圾 竟然要跟我陈家剧烈吗 请向我师弟道歉 否则 后骨自负 老子不可能道歉 不可能向这个小杀碎道歉 永远不可能 老李 从现在开始 停止接受陈家所有公药 陈家订单与医疗预约也全部取消 并撤销一切赌资 不接受任何了解 谁先说你他妈来真的 谁先说你他妈来真的 师弟 我们回去吧 给我讲讲你在山上发生了什么事 好啊师姐 我跟你说 我在山上天天骑老虎 还去打练呢 这么厉害呢 那等一下可得好好跟师姐说说 走吧 师姐 你们等等我呀 要不你陪我 我早就又打我 师姐 刚刚听门外那个傻逼 不对 那个叫陈奥的傻逼说 你要去千基堂进修 当然了 千基堂是每个医者的梦想 我也不例外 不过我的医术不精湛 这事还挺悬的 怎么会悬呢 师姐你继承了师父的医术 千基堂能招到你这样的徒弟 简直就是他们的福气 小师弟长大了 都知道安慰师姐了 明天有个学术研讨会 如果选中了就能进去 我也在努力准备呢 师姐 其实你不知道小师弟他 辛柔啊 别生气 辛柔啊 那个研讨会呢 这是个过程 我已经让我爸打点好了关系 只要你答应我 我已经让我爸打点了 只要你收回刚刚的话 辛柔 千基堂随便你进 谢谢陈先生的好意 我学医是为了救世记名 而非争权夺利 如果水平不够 进去了也没什么意义 不劳你费心了 好就从师姐这句话 千基堂不收你 简直是他们的损失 这件事情啊 包在师弟身上了 千基堂可是世界上 最牛逼的医疗圣体 其实你这种狗杂碎 说能进就能进呢 只要是我想让师姐 进去的地方 哪怕是耶稣也拦不住 放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了 吴智真他妈可怕 你也不撒泡尿 照着镜子看看 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要是能进 老子知不知识 你他妈也不看看 自己什么德行 他妈就是个 从乡下来的要饭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师弟 张铃声都求着拜他为师 你说他有没有资格 进千基堂 看你是和这个垃圾呆久了 现实都认不清了 还张铃声要拜他为师的 那我还是张骗认师尊的 沈医生可救命啊 别人放床上我检查一下 救救我孙女 她跟人比我 被人打了一拳 陷入了深度昏迷 沈医生求求你了 她是我们家唯一的根 你一定想想办法救救她 怎么样 宇小姐的情况不容乐观 宇小姐的情况不容乐观 脑部神经可能已经错位 需要马上送往医院急救 不然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醒来 这种严重吗 怎么会这样 他会有救吗 我立刻联系我的老师张铃声 请他来为吕小姐主导 那快去啊 就这点小事 还用得着惊动张教授 你还是医术不接 我来即可 沈医生这位是 在下陈奥陈医生 你真的能救我孙女 实不相瞒 在下是第一医院 神经科主任 太好了太好了 赶紧救救我孙女 只要你能救好她 无论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小意思 好了好了 都退去吧 拜托你了 陈主任 陈主任 我孙女怎么样 能不能救我回来 问题不到 张艺震神经就自然归位了 太好了 那谢谢陈医生 好了 我要开始了 神情是在在爱 朱朱 你这一针下去啊 他必定瘫痪 你他妈懂个屁的医术啊 这他妈是专业针灸 这他妈是专业针灸 就你个江湖骗子 你能看出点什么啊 好啊 你要是让他把这一针扎下去 你孙女就一辈子瘫痪在床 你确定要相信他们 你说的真的啊 沈医生 我应该信他们俩谁啊 他们谁说的对啊 李小姐的病情不容乐观 就算手术成功也不超过三成 不过 我相信小师弟的判断 如果换作是我 也不会让他扎下这一针 小兄弟 既然沈医生如此信任你 那就请你们救救我孙女吧 好吧 既然师姐都发话了 那我 坐下 沈小柔 你是不是有病啊 他跟垃圾懂个屁的一说 老子好歹也是个主任 老子今天偏要治他 你可用意 想开始我孙女吧 李会长 你确定你要相信 他一个狗屁不懂的垃圾吗 我好歹也是个神经科主任啊 你问问他有没有心意资格证啊 你到底有没有心意资格证啊 我的确没有心意资格证啊 因为我师父说过 这东西啊就是拿去唬人的 像你这种一看不怎么专业的人 哪怕有了天王老子证 也没有用啊 是主任抱枪啊 是主任抱枪啊 是老夫鲁马了 还麻烦你 是元首 救救我的孙女吧 真是笑死定了 连心意资格证都没有啊 你拿什么跟老子在这装神医啊 闭嘴 我小师弟的医术 岂是你这种佣意可以妄议的 你都没有心意资格证 你在这只指甸甸个毛啊 刚才是老夫鲁马了 还请你赶紧给我孙女治病 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下跪了 我 早上不就得了 现在的人啊 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相信 等出了事就傻了 幸福陈主任了 好了 一会就活过来了 这么快啊 不对 李小姐的气息脉搏 都很紊乱 这 这不对 这用不了多久 她应该就会醒的 我看不对呢 陈医生 我送她来的时候 脸色正常 呼吸有 很均匀 身子把脸色滑白 呼吸很弱 是心脏弓血不足 这是冰死之谈 你少他妈胡说 我都乱书上来的 你个臭小子 你给人治病 还叫书上来治 你给人治病 还叫书上来治 你这不是曹仙人命吗 你这混蛋 李道长 先别说这个了 还是先送医院吧 那好 别碰她 现在不能弄她 她现在神经非常脆弱 一旦碰了她 她神经就要碎了 这是怎么办 小师弟 应该有办法吧 小心点 能不能脑腰带去 今天师姐都开口了 行吧 你们退后 让我装逼 让我来治疗病人 李会长 我们先出去吧 这里就交给小师弟 相信他 好好好 不送医院 不让张教授出手 既然让这个江湖骗子来治 真有你 ов House 可以醒过来了 啊 唉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你追星啦-太好了-我好得很-但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还被这小子给我看光了-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听我说 小兄弟呢 他是给你治病的 就他 我才不信呢 他把我衣服给扒了 分明就是想占我便宜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就娶我 要么就把眼睛挖起来 小姐姐 现在什么年代了 我们不留心 抢摆抢摆的 况且我只是给你治病 不提供终身售后等 那要么就把眼睛挖起来 行行 他救了你 你别瞎挠了 真是的 这么多人看着呢 走 我们先回去 小兄弟 轻轻的治疗费 改天我专门叫人送过来 我不要走 我就要挖他的双眼 不然我以后怎么见人 某人只是看了个病 人家就要以身相许了 还要把眼睛挖 这个选择题很难做 没错 这里家小姐和小师弟 年龄相差无几 很般配 师姐 你们说什么 既然两位小姐如此委屈 我要解决你们的终身大事 你就打我 这又有你什么事 都滚大 给我等着 我看没有我山下的帮助 你们明天学书他们怎么办 滚蛋 滚 师姐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三师姐 要不我们出去吃个饭 抱歉 我跟看了人家小姑娘身子的人 不熟 小师姐 三师姐 小师弟肚子饿饿 想吃饭饿 三师姐 你不要不理我呀 小师姐 笑一个嘛 小师弟 听师妹说 师弟这次下山 是来找我拿骨鱼合一的 是啊 师姐 师父给的骨鱼你还留着吗 那除此之外呢 啊 啊 除此之外 当然还要来照顾两位师姐 少来 我跟师姐选一个 啊 怎么 你还想都要啊 呃 我跟师姐随便挑一个 都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女神 现在敞开让你选 这么拿 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 先培养培养感情 然后让两位 公平竞争嘛 哎 你是不是招打人呀 啊 疼 好了 妮妮就不要 我已经疼你了 吃饭吃饭 师姐 你就惯着她吧 嗯 师姐 高朗的女总裁 被我弃成了林家大姐姐 我厉害吧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吗 这世界上 尤其只有一样东西 能堵住我的嘴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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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 我看你还是个小色鬼 打不够是不是 啊 小子 打你个小色狼 今天就把你关外面 让你在门外睡夜 师妹我们走 不理这个小色狼 哎 师姐 师姐 这么可爱的小师弟 你们真的舍得吗 哎 师姐 哎 哎呀 小师弟 妮妮 今天就先好好休息 明天我还有个学术研讨会 结束了 再带你们好好玩 哎呀 师姐放心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保证你能进天际堂 好 小木的心意我心领了 不过有一点 必须答应师姐哦 什么要求 就是明天不许捣乱 嗯 小师弟 今天的学术研讨会上 都是有名的医学教授 你可不要在公众面前 胡说八道了 不然一眼就能被看穿 哎 师姐 我身为你小师弟 就不能相信我一次 你怎么办 小师弟 我胆子不小 你他妈也真敢来 你这个小白老 你他妈也真敢来 谁给你的胆子 这 小师弟 你他妈找死了 师弟 你这种废物都能来 我凭什么不能来 你敢在这打我 你死掉了 别打了 沈兴荣 你进不了千金堂 再敢出院不训 死 周城 你们干嘛 王院长 滚开 赶紧过来 我们扶一下陈兆 你他妈敢打我 你真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行不行 还扶陈兆去休息 王院长 你好 我是沈兴荣 今天来研讨会 是想竞选 进修千金堂的机会 进修千金堂 你还不够资格 回去吧 敢问王院长 这是为什么 研讨会 不是还没开始吗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王中秉公无私 像你这样 通过张教授 走后门的学生 根本没有资格 进入千金堂 而且你看看 什么不三不四 都带进这个会上 这里是拉近回处站吗 沈兴荣 当初我帮你 你不要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来啊 求我 来啊 求我 求我啊 来啊 研讨会什么时候规定 说不可以带别人进来了 况且 我虽然是被张教授 保送进来的 我也通过了考核 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机会呢 住口 在这里争论 没有任何意义 告诉你 我有一票否计权 我现在宣布 你的资格被取消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取消我师姐的资格 你把这狗东西 你敢打我 你完了 你时间也完了 我怕是 他这辈子 在眼睛边 资金堂了 进不进前金堂 可不是由你决定 再敢废话 信不信我让你自己 给自己打石膏 院长 算了吧 时间有限 好 我倒看看 身为张教授的学生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来啊 拿开工医 投药今天的研究对象 好的 王院长 大家请坐下 各位 请看屏幕 你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传说中 龙道一圣的 九真还还买术 哇 是九真还买术 这针法不是识传的吗 来 大家请看啊 传闻 九真就能起死回生的针法 传闻 九真就能起死回生的针法 我今天 终于真的见到他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不就是套垃圾针法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鬼 行了 别乱说了 这套针法可是无上归宝 不知道多少人梦寐一球呢 哎呦 一个五岁小孩懂个屁的艺术 不就是扎猪身上的时候 突发奇想 把针扎到了人身上去呢 你他妈 放屁 知不知道 龙道一圣 可是近几年来 我国最优秀的神医 岂容你这么羞辱 好了 小木 别闹了 我真的很想去学这套针法 哎呦 师姐 这垃圾针法有什么好学的 你要想学 我教你更好的 笑死别了 还有更高深的针法 你怎么不说你是龙道一圣呢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龙道一圣 这名字啊 还是我小时候游历江湖的时候 瞎取的呢 哼 哼哼 哎呀 就你还龙道一圣 我还是千金堂堂主的 就你还龙道一圣 我还是千金堂堂主的 吹牛逼脑子都不带 千金堂堂主算个屁啊 他来我面前还得跪在地上叫我师尊呢 简直荒谬至极 这里是医术研讨会 不是精神秘密 你再跟我回说八道 等我滚出去 你是不是找打 小木 师姐知道你是好心 想帮我 可是这龙道一圣 是当今世界上最厉害的神医 连师父也比不上 你呀 小心祸从口出 师姐 我真是龙道一圣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的话呢 是是是 你忘了你答应师姐什么了 不许捣乱 不然师姐要惩罚你了 行吧 行吧 既然师姐都那么说了 那我就暂时先原谅他们不敬 多安静 多安静啊 今天的研究课题 是抛析真法原理 以及从个人角度出发 来探讨 龙道医生的真法 创造真法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 请陈医生来说明一下 他对这套真法的理解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陈奥 众所周知 龙道医生的医术 早已超过了我们所掌握的医学知识 这道真法也证明了 他老人家的医术 简直就是登方造极 这陈奥真是听他一句话 盛听一句话 全是废话 好 那么我的分析就到此为止 好了 好 说的好 这六瑕疵 但总体还是不错的 经过我们所有人 共同审议决定 陈奥的十分 好 沈欣柔 愣着干嘛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待 师姐 去吧 我相信你 所谓九真还魂术 顾名思义 一共有九真 我翻阅过资料 这套真法 主要是针对于人体的十二正经的学位疏通 沈欣柔 你了解的太片面了 你的研究根本不符合这次研讨会的方向 所以我们所有人给你的评价是 所以我们所有人给你的评价是 不合格 王院长 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瑕疵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再完善一点 就好比九真还魂术的第三真 我认为应该 沈欣柔 你要有自知之明 人要比你更适合进前几档 等他学生归来 能救更多人 不会像你一样 只想着自己 没错 沈欣柔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这龙道医生是什么样的存在 也是你能够随意评判的 错了就是错了 龙道医生也会犯错 他也是人 而且我觉得第三真 如果更加精准的话 治疗效果会更 你已经被淘汰了 再回去深造一下吧 你再这么胡搅蛮伞 只会让我们看到你的不能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这姐 别离这群白痴 这群庸医根本就是在虾扯蛋 就是狗屁不懂的废物 还自诩专家 臭小子 你说谁是容易呢 你个狗屁不懂的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 评价龙道医生啊 这是医术啊 不是你们乡下坑蒙拐骗的东西 我们是专业的 不是你们乡下坑蒙拐骗的东西 我们是专业的 你懂毛啊 也别质疑我们 你和沈欣柔都给我滚出去 这里没有你们说话的份 不滚 我叫人让你们滚 晚安 晚安在哪呢 你想让谁滚出去 张教授啊 张教授 您可来了 您看您的学生 带了一个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来 还骂我们是酒囊犯贷 真是太惨复了 张教授 你打我干什么 别说是你 就是我在他面前 也是酒囊犯贷 你有意见 学生张林生 拜见师尊 行了 张教授这是干什么 张教授 您就别开玩笑了 这狗东西 怎么可能是您的师尊啊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如果不是你老子 就你这水平 连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张教授 我 王院长 你好大的威风 连我失罪也敢赶出去 那我是不是也要被赶出去 王院长 你好大的威风 连我失罪也敢赶出去 那我是不是也要被赶出去 张教授 您误会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您的师尊 笑话 这么和你们说吧 这酒针还婚术 还是师尊传给我的 当时 我看着师尊用这套针法 救回了病人 他不懂 难道你懂 小木 你 我可没答应要做你师尊 别乱犯关系 我就给了你一本垃圾针法而已 虽然师尊 没有收我为徒 但您传授我这套针法 我张林生余生 都会奉你为师 醒了 醒了 既然来了 就赶紧把这事情处理了吧 我还等着跟师姐出去吃饭 这研讨会到哪一步了 我们几位专家 一致认为 陈敖会比沈心柔 更加有资格进入前级堂 陈敖 你却比沈心柔 更适合请前级堂 多谢张教授支持 我一定会学有所成 继续记事就名的 我一定会学有所成 继续记事就名的 张教授 真是慧眼师出 陈敖 你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至于沈心柔 要努力提升医术 方位正道 不要再搞什么 投机取巧的事了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我没有 你找这位先生过来 就是想开后门的 但是在我们 所有专家卫星 你想都没想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谁都没有特权 小木 看来这里不适合我 我不想再继续待在这里了 我们走吧 你个老王子 你脑子进了大便是不是 妹子梁现在这边吹陈敖 你真的我是白痴 还敢泼我师姐脏水 小木 够了 丑小三你又大了 你们喜欢搞特权是吧 那我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特权 张立生 你白痴还愣着干嘛 陈敖的确比沈心柔 更适合进千鸡堂 但沈心柔一杯千鸡堂 获合聘请为堂主 今天我就是来送这聘请书的 破格聘请直接升为堂主 破格聘请直接升为堂主 不可能 千鸡堂从未有过破格陆起的先例 就算有破格陆起 那一时先例挑一 这儿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张教授 您可真会开玩笑 破格陆起 我姑且还能相信 千鸡堂堂主 他凭什么打 没错 张教授 沈心柔是您的学生 但您也不用这么闭过他吧 您这样闭过他 你不担心 所以恒情的名是吗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不知的蠢货 你给我睁大眼见 看看清楚 这 书而书龙业 这 这怎么可能 这真的是千鸡堂的 平行文书 不会错的 我又请见过千鸡堂龙业 这种条文无人能法 怎么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这份平行文书确实是真的 师姐 千鸡堂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呢就在那学习 等学的差不多了 我就教你更好的医术 臭小子 你敢侮辱千鸡堂 就是侮辱者和江北 乃至当机所有的医生 我王者 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王者 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想把牛给吹死吗 你还不看到自己是什么东西 板嘴喷粉 我跟你说 你就不配到一个医生 各位都误会了 还是先坐下来说吧 坐坐坐坐 小子又要干嘛 这小子又要干嘛 师姐 你就不用走了 都要看看这小伙子 都要干嘛 小牧 这姐 你到底想 我的意思是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你他妈妈 谁垃圾啊 你全家都是垃圾 臭小子 你活腻了 耍我的 师尊说的没错 我就是垃圾 你们别看着我 就我这点艺术 在师尊面前 就是垃圾 张教授你 行了 就你们这样 说你们是垃圾 都是抬举你们 你们就是群医学界的败类 我不管你和前妻汤 有什么关系 臭小子 你羞辱我们 江北医学界 就是羞辱我们 所有的医生 我王冲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我王冲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羞辱你 就你也配 要是江北医学界 全是你这样的废物 那我真的觉得 这个医学界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你跟谁要杂着 行了 今天的研讨会 根本没有丝毫公正可言 你们全都为了巴结成家 研讨会白 污蔑我师姐 你们真以为 我不会记仇吗 我们的宣伐 都是公平公正的 你小子没有证据 小心我告诉你 诽谤 诽谤 你见过 有诽谤死人的吗 你什么意思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不要乱来 你这个佣义 还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 赵林莎 王中 还有你们这帮 自以为专家的败类 这里是你们和陈家 暗中构建 范围器官的证据 涉案金额 五十个亿 你说 你们构死几回 我们自己垫了垫了吧 郑教授 我们冤枉 这都是王中和陈家 逼我们干的 陈家一手折天 我们不敢得罪 放你妈的屁 当时你们拿钱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遇到事情 就开始甩锅了 现在遇到事情 就开始甩锅了 你们一个都不要跑 成 要不是你老子威胁我 我怎么可能 跟你们陈家同流合物 这次就算要死 我要拉你一起陪葬 身为医者 竟然手持屠刀 真是可恨至极 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群内心 被欲望支配的禽兽 小牧 那你呢 我一直都是你的小师弟 我小师弟真可爱 师姐 我 小牧 师姐只要我们小师弟 一直平平安安 永远都不用师姐 为你进手术室操刀 那我就放心了 师姐 小师弟有你真好 小牧 别这样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不管 谁要是敢再和师姐作对 我必定把她挫骨扬灰 就是这个狗杂种 你们这段狗男女 还有你 求是要把证据交给他们吗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把你们除掉 还需要给理由吗 把证刀是死都一条 不如将错就错 王忠 你们这是在犯罪 这小子不给我们活路 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活路 把他弄死了 再让你尝尝 什么叫女人的利益 没错 再让你尝尝 什么叫女人的利益 没错 你这个臭饼子 老子先把你小男友做掉 然后他把你拉到狗棚 老子他们连续给你三天带三眼 叫你拒绝我 好 陈上飞我 师姐 你先离开这里 我来处理这帮畜生 不行 不能丢下你 跟我一起走 先回去 我不回去 你要跟我一起走 快回去 我带你回去 不走 你跟我一起走 快回去 我就不走 张力胜 是 师尊 我不走 我不走 别要他们离开 你们都跟我一起杀 斗死他们 杀 好 斗死他们 你们起来 一群杂鱼还敢翻天 师弟 你没事吧 杀鱼他们 没有把你怎么样 我能有什么事情 那群白痴 都已经解决了 以后 再也不会有人来烦你了 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我就给他们 一点点小小的教训 小师弟 师姐在你眼里 就只是一个累赘吗 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 没想到 师姐生气的样子 还是挺可爱的 怎么了 师姐 真是气死我了 你以后再这样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好吧 师姐 我知道错了 小师弟 你知道吗 师姐真的可担心你了 小木 你一定要答应师姐 以后 不能再这么鲁莽了 好不好 师姐 刚刚在那边 有没有受伤 要不要 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要不要 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 师弟 现在吗 会不会 太快了 没关系了 师姐 因为我全都要 师尊 出事了 师尊 出什么事了 你家炸了吗 不是的 师尊 是研究院的那个 大会议厅着火了 证据全都收完了 算了算 一群秋后的蚂蚱 蹦大不了几天了 你先去盯着 有任何问题 随时联系我 好 遵命 好了师姐 老师 走了 不然呢 留在这儿 看现场直播吗 有枪划掉 听老师说 卫士起火了 这下证据被烧了 陈家肯定不会 善罢甘休的 我决定 我以后要亲自盯着你 师姐这是要 监禁我呀 太好了 你呀你 真是老天爷派来折磨我的小克星啊 你呀你 真是老天爷派来折磨我的小克星啊 那师姐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师弟都迫不及待让你见劲了 你先别说这些了 你先告诉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其实啊 我就是龙道医圣 同时呢 我也是千姬他 师姐 龙道医圣 他都多大岁数了 你真当师姐就想在啊 啊 再说了 传闻中 他也只不过出现过寥寥数次 你怎么可能是他啊 那个师姐 我 所以之前那些 都是师父传给你的 对啊 都是师父教我的 不然我哪会这些嘛 师姐你说对吧 嗯 那倒也是 这次就先饶了你 不过以后你要在谷腰行 给我当助场医生 这样一来 我可以看着你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出去捣乱 听到没有 听见了听见了 师姐 好 那就先这样 师姐还有点事情要去处理 听妮妮说 她的家人来了 你去帮帮她的忙 好 爸 妈 我再把汤热一下 就好了 妮姐 看不出你还真有两下子 小师姐 我回来了 小木 你回来得刚好 可以开饭了 你怎么还把这个温神带在身边 说来让你们要保持距离 妈 小木他才不是温神 况且这次本来就说密奇来找师姐的 这房子也是师姐的 他怎么就不能在这里 坐小木 尝尝我的手印 好了 好了 难得过来一次 大家不要话多了 年轻人的事 有自己的处理方法吧 小木李生 你每次都这样 你看看你女儿天天带着这个臭小子 我本来拥了谷养 和他市场经理来 看到他这样 还与我们养了个青带 阿姨说的没错 商务谈判最重要的 就是让对方感到尊重 而你这副穷酸药 就是应该回避 帮不上忙也别跑出来 丢人线也好吗 好热闹 请走 晚上好 请走 你来了 欢迎欢迎 请坐 请坐 妈 别人怎么也要去 个商务会所吧 怎么让人来这里 这可是三师姐的家 至少要和她说一说 这两位是 这两位是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萧妮 小氏集团董事长 又也是她的助理 顾小鱼 能干的 原来是萧总啊 久仰久仰 我是谷养行 市场部经理许贺 许总您快请坐 许总 不知道您这次 约徐某所为何事 这不是小谈谈 小氏和谷养行的好久了 据我所知 萧氏集团从来没有 设计过医疗行业 这不刚刚资金重组了 需要拓展业务吗 不过许总放心 我们集团的资金 绝对充裕 资金充裕有什么用 我们国药行 每天都是上亿的流水 还差你 这点钱吗 是是是 我们当然知道 贵方的实力 毕竟也是合作共益 你说是吧 所以希望 许总考虑一下呀 行 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要跟我们合作 可以 这个数 许总啊 五十万可以的呀 你当我要饭的呀 是五千万 许总啊 你和我开玩笑的吧 你和我开玩笑的吧 五千万是不是太多了 谁跟你开玩笑 连五千万都没有 还谈什么 和我们国药行合作 你们一年赚的 都不止五个亿 五千万 很合理的 哎呦 生意也不是这么谈的呀 许总 五千万太多了 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了解 我已经放在这儿了 许总 如果你们成心 想和国药行合作 就好好考虑一下 许总 你不怕把自己撑死 你真是好大的胃 肖总别动怒嘛 五千万我也可以不要 但是我要你赔我一赔 你做梦 给我滚出去 肖总啊 赔一晚而已 省了五千万 还能换来十几个亿的生意 不愧 狗蛋包天的东西 竟然调削我师姐 臭小子快住手 你个臭小子 要死了 快和徐祖道歉 想不到师姐的谷药行 竟然招了你这种垃圾 你干什么不怕坑我自己 你们完了 他想和我谷药行合作 你们实心妄想 快放开许总 放开许总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师姐 真是没想到你的谷药行里 竟然还有这种助手 你们这位许经理和我们谈合作 师姐你不知道 他刚才还让我去陪他睡 所以小木才对他动手的 你竟然想让我师妹陪睡 沈医生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 不认识就可以用这种手段敲诈了吗 你现在立刻去谷药行办辞职程序 否则别逼我跟你走法律程序 谢谢沈医生 我这就滚 小师弟 现在陈氏药业那边有动作了 好 跟我来 这臭小子 好好的事又搞砸了 小师弟 就在刚才 陈氏药业公布了我们谷药行 独家持有的附员丹药方 附员丹药方 你们谷药行之前 有公开过这个药方吗 我从来没有公布过 就是担心有人做假药牟利 不知道陈氏是怎么知道的 看来陈氏药业早有准备 就是不知道你们谷药行 最近有没有 许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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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那个杂碎 早就投靠陈氏药业 附员丹药方一定是他泄露的 师姐 陈氏药业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据说他们明天会召开一场 新药发布会 但是陈氏根本没有研究新药的资格 这次肯定是抄袭了附员丹药方 然后卖假药牟利 去坑害病人 既然他们这么想死 那我成全他 小牟 你有什么打算 人在做天在看 陈氏药业该遭报 走 真是气死我了 女儿 你看看 这才几天 这个萧林玉竟然抢先跟陈氏药业勾搭上了 女儿 你又没有办法联系上陈氏药业的负责人 不然很快就被那个萧林玉踩踩脚底下了 妈 我听小牟说 陈氏药业不是什么好东西 最好不要跟他们有什么瓜葛的 那怎么行 陈氏药业在江北市里是最雄厚的 明天更要发布信用 明天更要发布信用 盛世浩大 赵志药业下去以后绝对会杀谷药航进秋节了 小林玉如果真和陈氏联系上了 他在秀氏的话语圈会大大提高 你刚当上董事长 怎么能让他给陈下去 放心 师姐 陈氏药业也活不了几天了 你这么大的口气 你说活不了就活不了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段话 够凭我不想让他们活下去 跟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相伴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女儿 你立刻跟我走 如果他得罪了陈家 会连累我们一起跟着作用的 你相信我 绝对不要和陈氏药业发生关系 说个大废话 我都要看看这小子 这怎么让陈氏完蛋的 走 妈 熊木 小师弟 你 师姐放心 就等着明天看好记 爸 有客人来了 小二爷 小二先生 欢迎张教授 欢迎您大家光临 请进 荣荣 今天咱们父女俩总算 他们也来了 你们俩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吗 这里又不是二叔你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不能来 我们是城市药业的贵宾 你们又算什么东西 我有权让你们滚出去 叫贱人 贱人 难道你们已经拿到城市药业的合同了 看清楚了 这可是五十个亿的合同 我可不像萧尼这个废物一样 只会包养小白脸 这一次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最优秀的 五十个亿 集团只要是过亿的合同 单审批叫一个月 你们是怎么谈下来的 萧尼 我他们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嫉妒心这么强 你以为公司没了你就会不行了吗 你以为公司没了你就会不行了吗 我们自己拿下来的合同 你还真是他把自己当回事了 贱人 最好如此 如果让我发现你们私自挪用公款 我一定会追究到你 你可叫贱人 打出我和老爷子打枪筛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 现在敢叫一群我来了 我跟你这么说 如果这个合同签下来 你们就等着滚吧 你就是林木 你就是陈奥那个小垃圾背后的大垃圾是吧 小子 你够肿 我告诉你 我儿子的账我不会这么算了的 巧了 我也不打算就这么算了 这些年我师姐受到的打压 我会帮他变本加厉的讨回来 果然是后尘可畏 果然是后尘可畏 想我陈光荣 沉寂相互多年 还想到现在连一只阿猫阿狗都敢在我面前撒野 希望你的嘴一直映下去 师弟 陈光荣为人鹰狠毒辣 你一定要小心 等这件事情结束后 师姐就给你一笔钱 你先出去避避风头好不好 师姐放心 等今天过后 陈光荣必然会在江北消失 我们也进去吧 各位贵宾以及媒体朋友 大家好 首先我请代表陈氏药业 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新药发布会 这个人渣果然早就被陈家收买了 师姐放心 他一定会遭报应的 今天的发布会 我们陈氏药业 有幸向各位介绍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就是我手中的这瓶负生丹 负生丹 不明思义就是给予病人新生 这是陈氏药业 耗费十年新讯 研制出的独家药方 这是陈氏药业 耗费十年新讯 研制出的独家药方 药效比之前古药行的复原丹 至少强十倍以上 看 是古药行的沈心柔沈医生 没想到 他也来了 看来陈氏药业没有骗人 简直是满口胡言 信口开河 还有他后面跟着的那个小白脸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这臭小子怎么也跟过来了 应该是师姐带他来的吧 养奉英文的臭小子 不然我们跟陈氏药合作 自己去捡这个脸过来了 真是好算机 妈 怎么哪都有这个小杂种 他爱做什么 一魂不散的家伙 难道他跟陈家也有合作 萧尼这个贱人 竟然让这个小杂种去接触陈家 还在我们这里装模作样 这个贱人 这位小姐和先生 现在是陈氏药业的发布会 请不要在这捣乱 现在是陈氏药业的发布会 请不要在这捣乱 你这是干什么 师弟 能闻出成分吗 包在我身上 畜生 你们在这贩卖假药 不说八道 保安 现在有人捣乱 有人捣乱 即可 畜生 你们在这种场合下 工人贩卖假药 你们真该死 怎么可能 陈氏药业可不会害人的 那是有名的良心企业 听说之前和谷药行脑翻了 说不定就是非议竞争了 看来他和沈医生的关系可不一般 可能是包养的小白脸吧 李牧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陈氏药业研发了十年的良药 怎么可能会是假药 诸位 病人虽医术不精 但是 病人虽医术不精 但是 只要是中药 我鼻子一闻就能闻出来 这附生丹 不仅抄袭复原丹 甚至在里面加入了大量因素 许鹤 你们窃取复原丹药方 我并不在乎 只要能造福老百姓 我都可以 但你们既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们还是人吗 真实诬陷 我们的药都要通过层次治检 怎么可能会有因素 好啊 那你敢不敢 当我把药送去医学院进行检测啊 一派回忍 我尘是药医 将来都是良心企业 沈仙荣 就算你想陷害我们 也请你找个好点的借口 沈总 刚听说你们的药添加了大量的因素 这是真的吗 沈总 请问你们真的是偷取了古药行的复原丹药方吗 我尘是药业 将来都是良心企业 不可能生产这种违规药品 还有一点 大家必须知道 我们尘是已经从古药行撤资了 这难道就不是 沈仙荣 他故意诋毁我们 你胡说 沈仙荣 他故意诋毁我们 你胡说 我师弟明明都闻出来了 本来就是你的药物有问题 有本事把药送去医院检测 不知道从哪里醒来一个江湖骗子 凭什么莫须有的嗅觉 就敢断言我们的药有问题 诸位 我可以证明 他说的是真的 张林生 你是江北有名的医学专家 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了 一旦让你这种有问题要进入市场 那才是对病人最大的不负责 我这就让人将药物送到医学院进行药检 张林生 我们陈氏药业的药全是通过合法手续 就凭这小子胡说八道 你就会说我们的药有问题 要送去药检 你有什么资格 你 再说了 我们现在是新药发布会 若是我们的药没有问题 这发布会的损失 又由谁来负责呢 这发布会的损失 又由谁来负责呢 谁说要去医学院的 直接现场测不就行 现场测 现场测 沈欣柔 你确定你这师弟是个医生吗 就算是送到了医学院 那检测最快也得一个礼拜 他竟然说现场测 拿什么测 拿什么测 女孩啊 这里不能呆了 我们走 太救人了 走吧 我相信小木 让这小杂种天天装模作样 现在自己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了吧 本来就是个乡野村医 也不知道他在装什么 容容 咱们现在就看这小子怎么装 有请赵赌场 这人是赵赌场 这是我们陈氏药业新药的发布会 沈欣柔 你带赌场来是什么意思 陈老板 有人举报 你们这里有人吸毒 陈老板 有人举报 你们这里有人吸毒 是怎么回事 什么 现在没有 不过马上就有了 这小子是疯了吧 你干什么 他到底在做什么 小木 你这 你干什么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这药没问题吗 那就试试看 许和刚吃了这个药 正好赵赌场带来了 测毒的咽血试纸 不如看看能不能测出这药 到底有没有问题 臭小子 你难道不知道 合法的药也能检查出阳性来吗 你又有什么办法 能快速检查出来呢 放心 陈老板 我们局里 现在用的都是最新型的试纸 可以根据颜色深浅来判断毒素 一般合法药物是测 抱歉赵赌场 我们这位同事 刚刚把药吃下去 一般来说 药效的发挥 他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不是的 等我们发布会结束 不是的 等我们发布会结束 我们亲自到局里去检查如何 你又干什么 没什么 我就只是帮他促进血液循环 加快了药效而已 你要干嘛 薛哥你没事吧 赵读查 借你试纸一用 赵读查 请验收 好 你们涉嫌制毒 你马上跟我到毒查局 赵读查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这就是证据 你们药物中的毒性远远超出常规含量 我们现在严重怀疑你们根本不是在制药而是在制毒 制毒 说我是真的就全完了 无量药商 谋财汉面滚中江北 赵读查 必须撤查陈氏药业 绝不能放过他们 陈老板 不知东 我警告你第一次 放开手就要干到他们 都说 一个不要 去死吧 气急败坏 想要直接动手了是吗 就凭你这种垃圾 也能动得了我吗 小杂种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投 今天就让我送你一场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陈老板 你想往哪走 林先生 求求你 求求你 饶我一命 求你饶我一命 像你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 也非给我求饶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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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亿 这下怎么办 爸 这下怎么办 我的同事长大不了了 怎么办 天作孽有可树 自作孽不可活 赵都长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小杰 我们回家 这次多亏了小师弟 城市药业崩盘 以后城市的市场就由我们古药行和萧氏集团接管了 以后城市的市场就由我们古药行和萧氏集团接管了 我们这次可是占了大便宜 这不都为了两位师姐吗 这不都是他应该做的吗 害师姐们这么担心 师姐就是对他太好 要我 这应该好好教训他一顿 不想让两位师姐担心吗 所以我决定 以后呢 你就留在古药行 由我亲自来看着你 以后呢 小师弟只能在古药行 同时可以治病救人 两全其美 我也可以盯着他 为什么不能跟我回萧氏集团 我是三师姐 当然要听我 我是小师妹 听我的 听我的 那让小师弟来决定吧 你选谁 两位师姐 能满足我一个药 什么用啊 什么 我想我们一起 找打 打 小木啊 你看你 都快懒成猪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你轻点 别弄疼他 小师妹 师姐 师姐 你就是太宠他了 你呀 早晚把他宠成一个混世小魔王 才不是 算师姐最疼我了 师姐你就是太蠢了 早晚得被他卖了 那是我们的师弟 咱们不宠谁宠呀 小子 你说说你哪儿来的胆子 陈家你也敢惹 看我们的胆子 妈 你出手 还有可能让陈家外借不付 那个陈光荣都放过你 你连我自动都不知道 妈 你别这么说 小木 小木他这么做 还不是不想让江北的百姓受到陈家的迫害吗 我支持他 还支持他 支持他 他没免了我们吗 臭小 整日里有什么好下 车上火还能干什么 谢谢师姐支持 放心 只要有我在 是绝对不让你们受到任何委屈的 你个臭小子 事到如今还吹牛 你找死 不要吞着我 阿姨 你太过分了吧 小木这么做都是为了我 和小木没关系 就算陈家来报复 也是报复我的古药行 我会保护他的 女儿 你清醒一点 好不好 我跟这个小子划清界限 也不知道他到底跟你灌了什么迷藏 你想一想 真出了事 小事怎么办 我和你爸怎么办 你觉得到时候他还会管你吗 知人知名不知心 妈 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 如果陈家真的报复小木 我们一定会逗到底 好了 不用担心了 有小师弟在 陈家翻不起什么浪化 你们这臭小子到底有什么好玩 我怎么又要这样护着他 因为他是我们最爱的小师弟 师姐曾在 师姐万岁 臭小子 你是真想害死他们 专门吃软饭 自己闯的会让女人帮你倒 从头到尾就知道躲在后面 阿姨 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误会 能吃软饭也是我的本事 一般人还吃不到 况且世界也不是外人 而且我也会 气死我了 吃软饭的废物 我女儿怎么能吹上 你这么个废物 我打算你个小婚来 妈 你冷静一点 你痛快于尽 别害我 小师弟 我们快走 你别走我 我警告你 你真想气死我 女儿 小牧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害你被阿姨误会 无所谓 反正误会我的人多了去了 地不差他一个 不过阿姨说的确实没错 陈家的确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所以小师弟 你还是赶快走吧 师姐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 我怎么可能走 你等等 这张卡里是师姐这么多年来的积蓄 足够你风衣足时过下半辈子了 趁现在对方还没有动手 你赶快离开这 师姐 如果陈家真的想鱼索网坡 放心 我会出手 如果陈家真的想鱼索网坡 放心 我会出手 小师弟 你别说了 陈家在江北的势力里根本想象不到 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你动作快一点 我再出去打探一下情况 看来师姐还是不相信我的势力 陈家 你们真该死 你 可恶的小杂种 杀我独子 怀我好事 我不只要你 死无葬身之地 还要当着你的面 活活埋死你的女人 荣严 恕我直言 林木那个小子不好对付 他杀了冯九 他最少也是个内精高手 连你都没有把握 如果是厮杀 那他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这么做风险太大 更何况 师尊那边还有命令 去 连续雪玫瑰 拿十一 让他们派最强的杀手 去把林木和他的女人 全部给我抓回来 荣严 放心 我会和雪玫瑰的杀手一起行动 保证让他付出代价 且记 必须要最快的速度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让那个小杂种 随时万断 荣严 我亲爱的小师弟 多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调皮 这次让师姐送你一份大礼吧 八爷 雪玫瑰派出的杀手 真的有那么强吗 屁 这次雪玫瑰派出的可是最强的S级杀手 那个小杂种 这次绝对死定 你们现在去别墅那边等着 只要林木一出来 就立刻动手 把小妮抓回去 交给荣严 随便 出来吧 你们就是雇主派来 更为寄行动的废物 你就是雪玫瑰派来的人吧 目标就在这个小区 老板说 你如果可以要活的 随你 目标出现 准备行动 永和那个臭小子到哪里去 不许去 妈 你别拦着我 我就跟小木出去买点东西 我也要以为我不知道 现在姜妹太危险 马上跟我离开回家 我叫跟小木在一起 我是绝对不让你留在这儿 臭小子去跟陈家用兵 妈 妈 什么人 快来人 快放开我女儿 救命 快救救我女儿 女儿 快把女儿还给我 等你很久 你个小杀手 想不到你们陈家 真的没人了 害你们这群拉起来暗算 你个小杀手 你如果躲起来 我还真不好找你 但你如此拖大 我只能说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今日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今日 就凭你们 真以为我在新闻发布会上 放过陈光荣 我就不会出手杀人吗 你还在等什么 快散了 还有其他人 小子 怕了吧 你不会真以为我解决不了你 你真的以为我是个蠢货吗 我打不过你 难道血玫瑰也解决不了你吗 血玫瑰 就是那个 传闻中杀手榜第一的血玫瑰 臭小子 怕了吧 好强 小杀手 你的死期到了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今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师弟还记得我吗 师 师姐 你是师姐 你是师姐 师姐 是的 小师弟 小师弟 当然 如果不是我 血玫瑰那群小家伙 怎么能再不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向你回报呢 也对 难怪他们不敢跟我回报 师姐 别这样看着我 师姐 你要干嘛 这么多年没见 可想死我了 师姐 甚至接一个 少来 我不干净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知道师姐我在外面有多少追求者吗 师姐 虽然说他们是陈光荣的人 但是 但是你也没必要把他们都刷了吧 放心 这里交给我好了 还是师姐 牛啊 小师弟 现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老实点 别比我下狠手啊 想问什么 尽管问吧 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既是我雪玫瑰的少主 也是我的小师弟 你说我们什么关系 少 少主 妈 谁规定我不能是雪玫瑰的少主 什么 少 少主 这怎么可能 说 你个小杂种 说 你个小杂种 你个小杂种 说 说 我是不会说的 说不说 大哥 你倒是 我都没问我 我说什么 我没问吗 是的 师弟 你的确还没问 那什么 对不起 不要拔出来 对不起 大哥 你问吧 你问什么 我都告诉你 只求你给我一个痛快 抱歉 忘记考虑到你的感受了 其实我不用问 哪需要这么麻烦 你就乖乖听话 坐着别动 直接搜你的魂就好了 所有我想知道的 就全都能知道 所有我想知道的 就全都能知道 告诉你 是谁派你来的 我成功而知命 目的是什么 杀了你 并抓走你的师姐 另外 听从师尊的命令 避问玄机遇到下 可以 今天还知道玄机遇 你的师尊是 我师尊 没想到在他体内 竟然被吓咒了 咒 那是什么东西 邪术 就是一种能控制人心的邪术 他可以让人再说出 其他人名字的时候 立刻暴毙而亡 可要他要尽快把隐患揪出来 不然两位师姐就危险了 小师弟放心 两位师妹的安慰呢 交给我好了 接下来 也该找陈家算账 在解决陈家之前 难道不应该先带我 见见两个小师妹吗 师姐 我不能呼吸了 师姐 师姐不能呼吸了 师姐 师姐 我脖子要断了 我女儿刚被人抓走 你竟然就跟其他女人鬼混在一起 小妖精 够男女 你个畜生对得起我女儿吗 你打死你 动她试试 你们 师姐 冷静一下 她是六师姐的母亲 见父赢父 你护她是吗 我连你一块打 阿姨 你刚刚说六师姐被抓走了 如果不是你 我女儿怎么可能被抓 她要有个三招两的 我都快也不放过你 这个结果愿少 能抓六师姐的只有陈家 师姐 我要去陈家救六师姐 好 你先过去 我联系一下血玫瑰的人 随后就到 凌霜拜见少主 她是凌霜 血玫瑰的精润 等下应该能帮上你吗 行 那我们出发吧 好 这个啥重事 如果不把我女儿带来回来 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行了 这是我吗 陈光荣听过吧 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你就是萧尼吧 你不要怕 我不会杀了你的 我还要当着林木的面 让你变成一个最下贱 最下流的乌狗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也让外面的那些人看看 跟我陈家作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你们陈家 秃毒将被百姓 草菅人命丧尽天良 我劝你最好早点把我放 果然 不然怎么样 不然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我都要看看 你能怎么样 你喊 我都要看看 你能那么怎么样 放了你 你白日做梦 你白日做梦 这么漂亮的脸 我想挂坏你的脸 让我看一看林木他们的反应 可是我不舍得 你太没了 美的 让我一怕不能 那么让人想中飞飞 我还要让林木亲眼看着我 怎么容领你 糟蹋你 怪不得我们叫奥尔 你们要我完成的为父的帮你做 谁 你爷爷我 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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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无门你自来头 今天我便送你下去和陈奥父子团聚 这里这么隐秘 你是怎么找到的 来人 来人 人都死大去了 行了 不用找了 你外面那群人全部死了 少废话 想杀了我 你不撒不尿照着自己 来呀 我都要看看 小杂种你敢动一步 我还要小贱人给我陪葬 小狮子你不要管我了 他已经疯了 你快逃了 让警察去来抓他 陈光荣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放了我时间 我还能给你个痛快 否则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活在世上 后悔 老子最后悔的就是新闻发布会 没有灭了你这小杂种 现在马上 跪下 你说 小杂种 对 杀了他 杀了他 杀 小龙 你快逃 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回去 没想到除了冯九和红八之外 你也是个无证 小杂种 我承认你命 但是你也别小看老子 想当年我陈光荣也是靠着这双手 打他天下才杀出今天的地位 就凭你想灭了我陈光荣 你算什么东西 有点本事 难怪林霜不是你的对手 哈哈哈 小杂种 实笑的话 就给老子顾一下 然后 对着我儿子赔你道歉 再亲眼看着我 哈哈哈 老子是怎么玩死他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一起受死吗 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我原本还不想暴露这张底牌 我本来花了十几亿 想用血色玫瑰杀了你小子 没想到 还让老子我亲自动手 小杂种 你这是几世修来的荣幸 小师弟 你快逃 你不要管我了 今天不会有任何人死 今天不会有任何人死 我说过 今晚之后 江北再无陈家 哈哈哈 不过是在山上寻了点三角猫的功夫 就敢大放厥词灭我陈家 小杂种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躲在这里 我可没想过 小师弟 您说 带我师姐回去 是啊 小杂种 小杂种 有胆脑呢 就凭你这点本事 竟妄想灭我陈家 你想多了 陈光荣 谁不知道 我只想和师姐们一起开开心心过日子 但是 你千不该万不该 招惹到我师姐头上 今天 我必杀你 哈哈哈 不该惹到你师姐头上 小杂种 老子今天就惹了 不仅如此 我还当着你的面 哈哈哈 我烦死他们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都给我上 把那两个小贱人 给我留下 把那两个小贱人 给我留下 把这个小杂种 切到四肢 我要他在我儿子的坟前 将他千刀万挂 看着我 怎么让他的女人变成人尽可负的当货 又是谁 我看谁 凭什么 凭他是我血玫瑰的小师弟 这个身份够不够 这怎么可能 就凭他们还敢对我师姐动手 一群垃圾 算你小子会说话 准备好去死了吗 血玫瑰 我给了你们十几亿 来杀林墨 你们竟然这样 不守规矩还帮他 规矩 我说的就是规矩 老娘就让你们知道 今天什么才是规矩 让我死 那你一起死吧 就你 还能跟我的威胁 你也配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内心无常 你是宗师 不可能 二十多岁的宗师 这绝不可能 二十多岁的宗师 这绝不可能 我的确不是宗师 但这些年我帮师傅杀的宗师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宗师很强吗 小师弟 你好强 怎么 你不是想把我师姐们都抓过来折磨蹂练吗 就这 垃圾 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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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恨起来 说说看你恨什么 我恨 我解释了一辈子 唯独看清了你这个小杂种 我恨没有花更多的钱 找更好的杀手 杀你这个小杂种 更强的杀手 你知不知道我身后是谁 他是谁 他就是血玫瑰最强的杀手 血玫瑰之名更是因他而存在 除了他这世上哪还有个杀手 不不 不可能 血玫瑰是世界上最强的杀手 怎么可能遇见这个小杂种狼狈为奸 我血玫瑰的宗旨 向来是奈何搭桥 阎王所命 这点对世界上任何人都有效 唯独一人例外 谁 唯独一人例外 谁 阎王 很不强 你想杀的人不仅是我血玫瑰的小师弟 还是我血玫瑰都要效忠的阎王 所以你必须得死 你你竟然是传生出的阎王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善良 临死前还让你知道这么多 那么请问 你准备好去死了吗 李莫 李大学 你求求你放了我 只要你放了我 我们陈家所有的财产 我跟我说下长都是你的 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今天说杀你陈家 你陈家人绝对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你准了 师弟害了我们陈家路 还不在家 学姐 我们回去吧 家里还有其他事情等着你呢 走吧 师姐 好 我们出发 阿姨 您先不要着急 我相信小师弟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的办法 小畜生敢明目张胆的去外面找爷女 指望他把我女儿救出来 我还不如指望陈光荣良心发现 阿姨 小牧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小牧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师妹 大家早上好 还有事情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我的宝贝女儿 你回来了 快让妈妈看看有没有受伤 这是受到哪里了 女儿啊 师妹怎么了 受伤了吗 女儿啊 快不要吓妈妈 你要有什么是妈也不活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先别气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不是被陈光荣给绑架了吗 还小师弟他 小牧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谁 二师姐 也是二师姐帮我把你救出来了 师姐 小师妹 初次见面 对师姐难道就这个态度吗 不 二师姐 真的是你吗 怎么回来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亲爱的师妹 我好想你 好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最近怎么样 六师姐 接下来销售集团会越做越大 遇到的人也都不简单 还有四师姐也是 这段时间得罪了不少人 我特地让林尹师姐留下来保护你们的 你知道我会信吗 随便拉个人上来就说是师姐 你拿来这么多师姐 你再看看这胸 你再看看这胸 这胸 还有这屁股 根本就是个骚子 我做一个狐狸精 你个人渣 真以为我女儿好骗吗 看看你 阿姨 再干嘛小事 对不起 信不信我一道就砍在你脖子上 干嘛 放电话呢 你还想杀人了 好了好了妈 你就别说了 小木他不是那种人 现在误会都解开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走师姐 我们回家 回什么回 昨天那是你的旺 能把你救出来那是运气 谁也不知道下次会怎么样 必须搞我从 不然陈家抱着牵连我们怎么办 你说什么 昨晚陈家被灭门了 被灭门了 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媒体都已经报道了 陈光屋那尸体也被找到了 死在家里 而且死得很惨 因为是要说是仇杀 是谁做的 不知道 陈家这些年在江北的势力很大 但有能力将他灭门的 应该真没有 行了不用猜了 是我干的 我把他们都灭了 又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怎么不说自己能痛破签 什么事都敢往自己身上拦 小师弟 这件事事关重大 你可不要乱说 真的 你不要胡说八道 好吧 陈家虽然已经被灭门了 但他们背后还有很多势力牵连着 陈家虽然已经被灭门了 但他们背后还有很多势力牵连着 行吧 既然三师姐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 陈家这个时候被灭门 你就偷笑 到时候都死了都不知道 两位师姐 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 现在陈家被灭门 然后整个江北的医疗物资交易链都会断开 这个时候供货商急需要人减少 这样刚好 古药行和萧氏集团一起接手 做大多钱怎么样 二师姐 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 那就要看小师弟了 他担心你和小师妹的安危 怕他遇到危险 才特意让我留下来保护你们 只有他能想得那么周全 我才不信呢 师姐 你冤枉我 这明明都是我的功劳 对 我们小师弟最厉害了 我们进去吧 走 走 走 你们这帮肥疑良心的都不怪我了 好心全都离开肥 阿姨 走吧 没想到在陈家竟然能找到这种好东西 半个月时间 这根玄铁银枪总算让小爷打造完整 我真厉害 你姐你真是太厉害了 不到一个月就把江北拿下了 这下看那些老孤独还有什么话数 小爷 你去楼上叫下小沫 庆祝一下 不要嘛 我可不想一回来就看到那个造型 不要那 快去 好吧 真不知道这小子有什么好的 真不知道这小子有什么好的 要是我 早就把那讨厌的家伙丢到太平洋去了 吃什么好呢 喂 林沫 你怎么不敲门 你在干什么 我在磨敲 怎么不关门的 你个臭流氓 我怎么就流氓了 这女人有病吗 二师姐 你怎么上来了 刚才顾小鱼她 臭小子 臭小子不老实 家里这么多大美女 还自己躲在房间里做那种事情 师姐 你误会了 我刚才是在磨枪 到现在了还敢调戏师姐 看我怎么叫你 师姐 我错了 不要 你干什么 师姐 小墨 小墨 他想做什么 师姐 小墨 想做什么 我 好你个臭小墨 着急师姐不说 臭小子 竟然还敢拿暗器暗锁我 师姐 师姐 不要 动静最强大 待会我们 对对对 一定不能放过她 师姐 我受伤了 呦 师姐 这是怎么了 师姐 你们刚才误会我了 我真的是在 没关系 小师弟 不用解释 师姐们虽然担心你的身体 不过你还年轻 适当的发泄还是有必要 师姐 全不用自卑 自卑 你们开什么玩笑 你们以为我龙明山 小太太的称号我白来的 师姐 我刚才真的 好好好 男人的没有就和女人的不要一个意思 我们都懂 不过这种事不能频繁 师姐 你们这都快忙了一个月了 怎么下午又要出去 你忘了来江北之前我跟你说过什么了 你忘了来江北之前我跟你说过什么了 是什么 师姐 你说什么了 快说 瞧这臭小子 整天不知道在想什么 到底是什么 买车 买房 还有娶媳妇 师姐们 我真没必要浪费这个钱 我平时坐公交车就行了 不行 今天必须买车买房 再把你这身行头换点 否则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家门 师姐 小木 就听你明解的 是什么 男人在外要有辆好车 在女生面前才有面子 不需要 我有师姐们就够了 师姐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你想的没 求罪话说 小木 小木 这里是江北最大的车行 欢迎光临 小木 看看喜欢哪一款 不用给世界省钱 就是个废物小白脸 没油水的东西 真会气 夏冉冉 这几位就由你来负责吧 好的 立姐 大家好 我是夏冉冉 结成为你们服务 各位请过来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车型呢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车型呢 男人要对自己好一点 更何况咱们小师弟可是一表人才 给他买什么车呢 要不然老斯莱斯吧 宽敞又舒服 不太好 老斯莱斯太老气了吧 小师弟这个年纪更适合法拉利 法拉利太招摇了吧 开出去 有些盛气凌人的感觉 男孩子应该要沉稳一些 不气盛怎么适合这个年纪呢 他这个年纪啊 开个老斯莱斯出去 不知道的以为是个老头子呢 不行 就老斯莱斯 我不管 我就要给肖默开法拉利 小师弟 怎么样 要不要二师姐再上去帮你争一下 帮你买粮不加迪 二师姐在海外的人卖 可是很广的哦 今天这事有两位师女就行了 二师姐 您还是安生待着吧 夏冉冉 你忙完了没 他们就不是来买车的 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还有一堆事等 我们要是不买车来这干嘛 你这人怎么这么有趣 还装 你们这种网棚我见多了 随便来这里演出戏流量就来了是吧 其实就是群穷屌丝 其实就是群穷屌丝 一天天的只会做报复的白日梦 这位小姐 请你注意措辞 我们无论做什么也都与你无关 你要是不想接待就是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我们需要你来看吗 一群穷屌丝 夏冉冉 还愣着干什么 咱也把他们打发走 你还想不想找正了 是 薛姐最近心情不好 让各位见笑了 你抱歉各位 沈欣柔 你是 蒋云 你不是去高丽国了吗 怎么回来了 我现在回国发展了 今天是带我男朋友过来买车 欧巴 欧巴 这里 这位是我男朋友 你们好 我叫朴布晨 你好 亲爱的 你不是带我来买车吗 我看中了那款马沙拉蒂 要不你先去结账 我跟同学叙叙旧 不用扎机 当我看两位美女好像遇到点麻烦 当我看两位美女好像遇到点麻烦 既然是你同学 我看看能不能帮她们解决问题 身为男人 要靠自己去挣钱 要靠自己去创造财富 而不是心安理得的去吸姐姐的血 真给男人丢脸 你怎么有病 我一句话没说 招谁惹谁了 刚才你们的对话 我都听到了 他们俩是你的师姐 他们本没有义务帮你买车 作为弟弟你应该理解弟兄们的辛苦 你看你刚才都做了什么 你叫朴布晨是吧 那什么 我建议你啊 赶紧的现在出门左转 去坐S13路公交车 然后去谷药行 去那边看看脑子 那边的医生不错了 不是谁都配被我睡觉了 要不是看在两位美女为你操心的份上 你以为我会跟你这个人渣说话 两位美女啊 想必你们也对摊上这么个人渣弟弟而感到头疼吗 要不这样 这些车 你们随便选 我来没的 也算是一切魅力 为两位解语 你们开始喝 你们开始喝 我爸不行 我才是你女朋友 你怎么能给其他女人花钱呢 这位小姐 我跟你真是普通朋友 注意措辞 这些人 又是你 上大学的时候你就踩我 现在又归于我男朋友 你该死 跟我没关系 看我不死了你的嘴 谁让你 我跟雪小姐说话的 给我给我 你竟然打我 打你又怎么样 那位你是 我们可以选车了吗 你刚才说我是什么 人渣 人渣是吗 对啊 不对吗 他有手有脚 什么都不干 这些是姐姐的鞋 不是人渣还是什么 你说今天只要我们看上的车 你都买单对吧 密码六个零 只要这两位你是喜欢的 我都不 随便说 来 拿着 不够 六师姐咋的 点蛋 你干什么 哎呀 那个是卖八色呀 两百多万呢 你这个风雨 有病吧 你说什么呢 你再嘛 我师妹一致 试试 不给你点教训 好 咋的好啊 小小姐 关系女中好奇 我就欣赏你这种有魄力的女孩子 小姐来 告辞她单买了吧 小先生已经买了 这是您的发票 请收好 你给我两百三十九万 算了算了 那这美女买的 是我嫖母的人 小小姐 小小姐学完了 你不选一辆吗 好 我也可以吗 那呀 全整的生随便选 都来买单 请 请问 这辆抽多少钱 沈小姐好眼光 这辆是法拉利法拉 价值两千万 这辆是法拉利法拉 价值两千万 好的 谢谢 小小姐 千万不要给我省钱 随便挑 喜欢 好 就直接对了 好 那我不客气了 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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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汽油啊 你快给我住手 快给我住手 朴先生 朴先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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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你不想干 孙师姐 我砸了半天 都不如你这一把果子 什么也不赖啊 这么辆车 都让你砍报废了 两位师姐都厉害 喂 喂 调不成是吧 乘车 买单吗 答应 只要两个小姐喜欢 林先生 还有各位美女姐姐 请你们高抬贵手啊 这要是真烧起来 价值上亿的 价值上亿的 没关系啊 几个亿而已 师姐开心最重要 不行 你们赔得起吗 赔不起我找谁去啊 你这样子的白痴骂我们小师弟 不给他点教训 那我不让他把裤子都给裴穿 朴师妹 你可够坏的 但是骂我们小师弟就是不行 朴先生您好 这是您的发票 一共一亿四百九十五万元 啊 亲爱两位美女正有雅兴 那就跟我走吧 哎 走 为什么跟你走 哎 我师姐让你付钱 只是给你个机会而已 你不要自作多情啊 是不是啊 师姐们 小杰瑟 我劝你跟我说的话客气点 我这个人虽然看起来绅士 但我很有性格啊 开什么玩笑啊 你不是很有钱吗 那既然这样 要不给我也买辆车 要不就 那辆吧 小爷喜欢 我之前你师姐买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让我给你买车 我算 也敢让我给你买车 你今天必须给我买 不然 我要找麻烦了 哪有这么大的力量 你想能出来飞一辆车 他还是人吗 今天你买也得买 不买也得买 你砸的可是 现场满的超法 蓝木吉尼的毒药 加些三个亿 就这么被你给踢啊 你有种 但就是不知道 你待得起吗 我是来找事的 不是你付钱吗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做过什么承诺吗 哇 你想赖账啊 啊 手拿开 抱歉 我只给小姐买的 这是你啊 造成的全部损失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一呢 我没有怂恿 啊 我不是真实 所以啊 你说是吧 啊 哎 两位美女 她砸的可是现在蛮超法 三个月啊 你们也不想看着自己低低坐牢吧 三个月算什么 你觉得我付不起吗 没事 那付去吧 哼 你这是看不起我 没错 我就是看不起你 你个垃圾 哦 那我要是付得起这钱 你要是付得起 你想怎么着都行 让我鲁奔登 那你给我等啊 蒸大你的狗鸥 给我看清楚 哈哈哈哈 两位美女 只要你们答应你今晚陪我爷 把我伺候的舒舒服服 我可以考虑给你们支付这笔费 支付成功 支付成功 呃 呃 这位朴 朴 朴先生 朴先生先的卡也刷了 不知道 你怎么表演 你刷我了 不不不不不不 我可没逼你啊 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对不对啊 我切的时间呗 说得好 这位裁发少爷 你应该愿赌服输吧 也别太得理不饶人了 高丽国的人呢 向来没有什么竞技精神 我们要包容他 我们应该对他们保持宽容 还行吧 没事要让人看看 你们谁敢当我 我记得能死去没 要死去吧 奔跑 老爸 你慢点 老爸 你等等我 好的 那我们也走吧 花那么多钱买了一堆破烂 再不走 可就让人看笑话了 林先生请留步 您刚刚买的车还没签合同呢 合同 车都报废了 还签什么合同 林先生 虽然其他车烧了 但兰波基尼还可以修呢 小师弟 那就签呗 花了钱干嘛不要 请各位一部车行旁的酒店包厢 我们在那里签合同 为表歉意 我们在酒店准备了饭菜 还请各位赏脸 行吧 赶走吧 林先生 您只需要在这上面签个字就行 剩下的交给我们即可 这个合同有问 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们专业的销售合同 那我问你 为什么这销售顾问填的是你 林先生您误会了 其实这合同上 填谁的名字都一样 我们都会进行服务您 主要他还是个实习生 我怕他影响您的售后服务 无所谓 我不需要 你们售后服务 我只认他 不好意思林先生 这是我们车行的规矩 您就不要多问了 笑话 什么做 我们掏钱买车 想把分成给谁就给谁 蹚着我们的面欺负人 还有理了 叫你店长过来 店长 老远就听见你们炸炸呼呼的 我就是车行店长江凯 损害我们店内财物 按道理来说 是应该需要赔偿 但看在你们买了那么多车的份上 我们不许计较 但看在你们买了那么多车的份上 我们不许计较 但是你们还想插上我们内部管理 那可就有点过分了 对啊 你们损坏了车行那么多财物 把我们的客人都吓跑了 这笔账怎么算 你们就是要电大欺客了 哼 电大欺客谈不上 我只想给各位一个提醒 肖总和沈医生最近在江北出尽了风头 但是江北卧虎藏龙 不要以为灭了陈家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们江北不怕你们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车行背后的人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意思也 三世姐 这意思也是什么人 据说当年是陈光荣的手下 后来自己出去单干了 没想到还越做越大 据说现在成了江北的地下皇帝 不就是个黑社会 如果我今天就是要为夏冉冉出头 那肖总和沈医生 两位以后出门可要小心点 毕竟意思也对二位仰慕以警 如果被他抓到 那可能就是永不见天日的折磨 相信两位也不想遇到这种事吧 我就想和师姐们安安静静逛个街 为什么每次都要跟对我 杀人了 师姐 什么 师姐 你们先跟二师姐回去 我去去就来 不行 这一四爷跟陈光荣不同 陈光荣毕竟还有明面上的身份 安弟弟不敢太放肆 但一四爷不同 听说他手下都是实力强大的黑武者 我不许你去以身犯险 小莫 这里是江北 一经不同于江林 很多事情我们都设计不到 你如果出了什么事 我们可怎么办 不用找我了 今天你们一看都走不掉 你就是那个意思也 四爷 救我 四爷 救我 四爷 你终于来了 四爷 你终于来了 四爷 快救我 你这是来领你的狗了 好大的狗气 小牧女 师妹别担心 咱们就等着看好戏 看来江湖传闻都是真的 小总和沈医生果然都是千年难得一遇的极品 怪不得把那陈奥迷得神魂颠倒 看来今天倒是要便宜我一某人了 白日做梦 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我们带走 外面还有很多人看着呢 小总你可误会了 我今天来可没说要抓你们 是来谈谈赔偿的事情 臭小子 你有种 烧我的店还打我的人 今天这笔账如果不讨回来 我他妈今后还混不混 我们可以赔偿 但这些车我们已经付过钱了 那店里的损失总该赔些吧 你要多少 我要的也不多 只要你们把萧氏集团和古药行 所有股份都给我就可以了 所有股份都给我就可以了 休想 对你想都不要想 我已经很仁慈了 小总 如果你连这都接受不了的话 那我可就很难办了 难办 那就别办了 那是 来人 我最不怕的就是你这种小杂毛 师姐 你先带他们回去 我随后就来 小师弟 你放心 有我在没人能动两位之内一根汗毛 师妹 走 师姐 小木糖 师妹 走 走 走 还有我呢 等等我 放开我 你们这些废话 连几个姑娘都看不住 不过这姑娘看着也不错 先把这个小杂种剁了胃口 然后把这个姑娘送到我房间 我就当钱财 你说你身为秘书做事这么慌慌张张 能不能淡定一点 凡事遇到这种事情不要慌嘛 要时刻保持冷静 以后这种事不会少 不 我才不是为了救你 我才不是为了救你 而是你姐把你当成亲弟弟 出去以后告诉你姐 不顾小语此生也算无憾了 你还不快滚 你不要再逞强了 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 放心 我心不会有事的 你把他堕碎了胃口 你干嘛 那倒是宗师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宗师 在我面前 也不是一只随手 就能碾死的蝼蚁罢了 前辈 前辈我错了 前辈你大人有大量 饶我一命吧 你辱我师姐 我废你一臂 可有意见 哎姐 味道好 以后晚辈原位前辈 向我们全马之劳 如一二喜 天理难容 那车还要我们陪吗 不需要了 明天晚辈送一辆新的毒药 到您的府上分文不熟 还愣着干嘛 走了 前辈 前辈 还有什么事 还有什么事 敢问前辈遵行 以后晚辈 好为前辈做更多的事情 要是有人问起 就说阎王回来了 阎王 这真的是那个有钱 没个正行的乡下小子 是那个在外遇 凭一己之力 斩杀千万敌人的野火吗 老子怎么把他给得罪了呀 去哪里 二师姐你做什么 我要回去找小木 就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他能当上血玫瑰的少主 能被师父放心的送下山来 你还以为他像小时候那样脆弱吗 你知道意思也是什么人吗 他可是手上沾满了鲜血的暴徒 小木他才多大不到二十岁 你去让他独自去面对那种暴徒 这是脆弱不脆弱的问题吗 你好 我是李道荣 李会长 我是古药行的沈兴荣 打扰你了 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给你 求求你救救我小师弟吧 女儿啊 不好了呀 我就查够了陈家被灭门的事情 我查到了什么 他们是被传说中的阎王灭的门 阎王 阎王 难道是那个仅凭名字 就保国家边境十年安稳的那个阎王 他回来了 他竟然回来了 两个丫头还敢凶尸解 看我这次不让你们好好着急一次 女儿啊 这可不得了啊 那人知道阎王的身份 能确定的就是他现在就在江北 你想想看 如果不是阎王灭了陈家 我们一个都跑不掉 阎王手下势力嫉妒恐怖 就连江北的地下皇帝 叶四爷都对他副手称臣 妈 求你救救小木吧 他被叶四爷堵在了车行 秀玉也在 你救救他们吧 你说什么 他得罪了叶四爷 也得罪了阎王这么大的势力 你是谁敢救他 现在这个样子真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他了 妈 妈 快起来 我求求你救救小木吧 妈 你这未来却让一个乡下来的小子就也不听我的话 妈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们了 只有你能救他们 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你真是何苦 真是黑暗 那这次之后你就跟他断转来往 孙总 算了 孙总 你是宋川吧 我是薛桂兰 室外火急得是轴 你我女儿出大事了 你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 就这样 怎么当秘书 当秘书也没说要看着别人杀人 我的天 快看 这么大身长 那不是宋川宋丑主吗 谁啊 这么大面子 能让社府亲自迎接 二位 可是林沐先生和顾小鱼小姐吗 你又是谁 太好了 你们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行了 没什么事 我们要先走了 年轻人 我也是受人之托 看到二位没事 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在我们这儿 还是要处处小心江北的黑武道 非常猖狂 二位无论做什么 还是要多个心眼 否则会吃亏的 你身为首府 明知道江北黑武道势力猖獗 又不整治 你能力挺不错的 你能力挺不错的 你小都揣什么道具 这么跟首府说话 你又是哪冒出来的下 好了小都 不可放肆 宋叔 这小的不懂规矩 让我来教训他 好了不要说了 林先生 你教训的是 江北黑武道猖獗 的确是本人的实质 不过今天既然二位没出什么事 以后做事还是低调一些 麻烦让一让 让一让 林医生 老嫂 你怎么在这儿 老吕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林医生在这里遇到了危险 所以特地过来救人 你也是来救林先生的 林医生之前救过我孙女 她现在遇到的危险 那我作为习武之人 哪有置之不理的道理啊 原来是这样 看来今天即便是没有我 林先生也必然可以暗人无恙 刚才是我失言了 哎呀 没想到林先生 还认识老吕这样的舞蹈高手 行了行了行了 我没时间替你们吹嘘 把人赶紧疏散了 没看到我女朋友都饿了 好 给我站住 以后给我站住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在这里闹事 是你抓的林先生是吧 你别胡说我只是路过啊 宇道容你别放屁 以后 怎么哪都有你啊 不是我不是我 我只是出来溜弯的 你别想说啊你 你老实点 以后 我接到群众举报 说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而且还抢抢民女 这些都是假的吗 说 报告 九年代发现几群尸体 好你个以后还说不是你 以后 看你现在还怎么狡辩 就说狗改不了知识 各位大家注意 这个人非常狡猾 非常危险 如果有必要 立刻开箱击杀 还有 还有军队 一块上 跪下 你 你 这手口呢 干了干嘛了 你干什么 跟你把我带走啊 李老四 老夫请告你老实一点 全家已经倒台了 你要想活着出来 就千万不要再去找消失集团和古药行的话 别这么无赖好人 我今天他妈把话撂着 谁要是敢动消失集团和古药行 我他妈跟他不顾哪一天 谁要是敢动消失集团和古药行 我他妈跟他不顾哪一天 老吕 这小子什么时候跟消失集团和古药行这么好 他以前不是陈光荣的兄弟吗 谁知道他戳的什么疯 挖住陈氏脑胎的时候 他不是说他是要报仇的吗 风向传这么快 你怎么了 宋叔 你没事吧 是不是老蒙快饭了 咬 咬 快拿咬 来得太奇 没有带 快叫救护车 对 送到医院去 快 已经来不及了 臭小子说什么来不及了 宋叔有个三成二短 你什么都骗不起 小杜 住手 小杜 你给我住手 你先是看看吧 他是医生 什么医生 有没有行业资格证 怕不是一个用医吧 孙女 你说他有没有资格 这些人 我生日老毛病了 回去自己吃点药就好了 快看 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呼吸不畅 还有什么 夜里的时候 还经常会感觉窒息而惊醒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张医生可说了 不能追一条脸 不能针灸的 要他命吧 好了 你这样可以试试深呼吸了 我居然可以深呼吸了 老吕 你看 林大夫 真的要谢谢你 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舒畅过 我说的吧 林医生医师很高明的 行了 没有完全治好 我只是帮你暂时疏通了肺部的血液流动 最多维持两天 如果真的要好的话 还是要及时清除肺部隐患 那可是要完蛋的 你如果想要到病除 明天做好准备 我会帮你跟治 哎呀 林大夫 你真的可以帮我治好 那就太好了 我的这个病 几乎难倒了全国所有的名义 你 行了 想不想治 想治的话 到时候联系我一下 顾小鱼 什么 你这秘书怎么当的 当然是把我的电话给他 我 我也没有你电话 我也没有你电话 好像是 小杜 还不快点 来了 好了 这不怪你 这不是算我的 虽然你没帮我什么忙 但我这人不喜欢欠人人情 伸手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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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大 谢谢林大 林大 叔叔 小子给我进 亲爱的师姐 你们的小师弟回来了 这么强 六师姐呢 怎么看不到他人 小师弟 这是小师妹留给你的信 好好地给我封信干嘛 小师弟 小师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和二师姐先离开了 你好好等 不要来找我 等我 等我做到能决定一切的地位 到时候我再回来找你 你一定要等我 到时候我再回来找你 你一定要等我 小木 相较于师姐这个称呼 我更喜欢你叫我媳妇 师姐 小师弟 我怎么 我想六师姐 很快就会回来的吧 嗯 谁啊 谁啊 你又是谁啊 林医生在不在 哎 你有病吧 你来我家找我 还问我是谁 废话 没病谁找医生啊 有道理 如果你是林医生 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带上你的医疗工具 我爸现在病了 你爸谁啊 宋川 嗯 这德性还能吃 看来我爸吃病的不吃 嗯 姐你回来了 哎呀 嗯 姐 这就是你找的林先生 我也不知道 反正老爸让我接的人就是他 对啊 他要找的医生就是我 什么你是医生 开什么玩笑 你在逗我吧 我早就说了 他就是个骗子 江姨 你放心 我早就突然联系那个神医了 古药行的神医 联系方式马上就发过来了 联系方式马上就发过来了 你说的可是前段时间 古药行那个什么病都能治好 但每天只治三人的神医 就是他 古药行现在 那可是江北最有名的 顶级医学权威 到时候 那个神医来绝对能治好送术 哪还用得着这种混江湖的小骗子 骗人骗到我送下头上 超死的东西 来人给我打断他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想干什么 我说了 我是来给他看病的 他的病也只有我能治 而且我提醒你们 单责不了了 他最多只有一分钟时间 什么 我爸只能回一分钟 不 一分钟是我的期限 不是他的期限 只要你能救我爸 要我们做什么都 嘉一 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他就是个骗子 我就不信只有他能治 嘉一 那位神医的号码已经发过了 我发给你 你联系一下 好呀好呀 喂 喂 你有病吧 你就是那位江北神医 江北神医的称呼我不怎么喜欢 我一般比较喜欢听别人叫我 救世神医 既然你是神医 那还等什么 赶紧去救我爸 谁说我要救他 我这人脾气怪 看病一切看心情 如果你们能让我开心 我就去救你爸 那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救我爸 很简单 只要你们一人答应我一个要求 记住 是无论什么要求 都答应就行 小姐小姐抱好了 老爷他又吐血了 好吧 答应了是吧 走吧 哎 我看病的时候 不希望闲杂人的跟着 等着吧 枉霸他 如果治不好老爸的病 看我不弄死他 李先生 李先生 你来了 老父的病 你这种症状是睡多久了 一年多了李先生 越来越严重 我这还能有救吗 这还能有救吗 你这不是病 啊 不是病 那 那我怎么会这样 你的肺部被人下了骨毒 啊 这种骨毒 是专门寄生在你的肺部 随着时间流逝 它会慢慢侵蚀 你的整个肺部不治 使你的肺部功能丧失 最终无药可救 啊 对 只能等死 骨毒 我怎么会中这个 自然是有人要害你的 这种骨毒是会被人操控的 而且时间一长 它甚至会慢慢吃掉你 其他器官 最终你会成为一个骨种 你的身体也会被操控如常 而且常人无法察觉 林医生 那你看看 融税病还能有救吗 你得救救我 开玩笑 我要是救不了我来干嘛 吃饭吗 好 好了 可能会有点痛 好 还好你这病时间很长 不然的话可就真的有点麻烦了 看 怎么会这样 谢谢你 林医生医 谢谢 不用谢 我有自己的一些想心思 好 林医生医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想 你不想知道是谁给你下肚 我当然想知道 林医生医 你可有什么线索吗 下股者 一般会随着带一些小器皿 就比如说一些小玉瓶什么 为了防止股虫反噬 你想想看 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人带过类似的东西 幻常是毒女 孤独 一定是他 一定是这个混蛋 这个狗东西 他怎么能如此害我 那你有什么打算 如果我现在去找他 他肯定不会承认 这么着 能不能麻烦林医生医陪我演双一出戏 能不能麻烦林医生医陪我演双一出戏 开玩笑 红小我师父就教导我做一个诚实的人 更要有高山的品德和干净有趣的灵魂 绝对不能做这种欺人之事 说到多了 林医生医 你救了我的命 我怎么还能提这种物理的要求 别说了 我的意思是 林家姐 怎么不愿意 报酬的事 林先生打客放心 您救了我的命 林先生 今后你无论有什么要求 我宋家一定会无常无条件的支持你 既然如此 那你快躺下来 准备看出好戏 好好好 来人 爸 你怎么了 爸 我再也不跟你这样做了 爸 我知道错了 爸 你醒醒 爸 可王八蛋 你不是说可以治好我爸吗 你可用意看我们打扰你 不好意思 你爸的病早就已经治好了 治好了 我爸怎么还没醒过来 你怎么骗鬼的 润涵 千万不要信他 他一定是骗我们的 实话告诉你 宋伯父得的根本不是病 而是被人下了毒 不可能 我爸平时基本不接受陌生人 谁能给他下毒 往往背叛自己的都是自己人 你们三个赶紧想想 宋伯父平时跟谁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你们看我干嘛 我是宋叔培养的 一手栽培起来的 我还要感恩他 我怎么可能对他下鼓呢 我刚只说下了毒 可没说被下了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多云 你这个混蛋 果然是你 你这个混蛋 果然是你 亏我对你这么信任 你竟然可下鼓害我 宋叔 我没有没有 我绝对没有 你想想 我是您培养的 我是你一手栽培的 我怎么可能给你下毒 下鼓呢 他骗子 他绝对是 干什么 还我 小三少快还我 还我 你说这鼓不是你下毒 那我都要看看 这鼓 会不会反噬到你自己身上 还我 把他还我 狗东西 我爸平时带你不薄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爸 你居然敢对我爸下毒 你姥姥的 我今天不废了你 我他妈不信诉 来啊 给我打 打他他妈不认识他 不要打了 素叔 素叔 不要打了 我错了 我问你 你告诉我 被我支持你的人 谁 陈光荣 到现在你还拿这种鬼话来骗我 竟然把罪责家伙给一个死人 谁信呢 素叔 我 我 我没有下车 我说的是实话 陈光荣 陈光荣 我 我是他 他在外面的私生子 他告诉我 找个会谷的教我 给你下谷 这样就可以控制你了 把这个王八蛋给我拉到五星队去 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素叔 素叔 不要素叔 求求你放过我 这下多亏你了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我更好奇 陈光荣为什么害你 我更好奇 陈光荣为什么害你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主要还是我之前查到了陈光荣背后做的那些事情 而且不仅如此 甚至在陈家被灭门之后 他们暗中做的那些不法交易 还在继续 难怪他们着急找杜宇来跟你下谷 但是你刚刚又说他们还在行动 那么看来陈光荣背后一定有条更大的云 不过算了 一切随机应变吧 等着就好 好了 我的承诺兑现了 现在该轮到听算你们了 干嘛 林神医 他们还是孩子什么都不懂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放心 我不要你们宋家的财产 不是 不过 我这个人比较爱惜自己的眼睛 你们今天这两人的装扮脏了我的眼睛 所以我要让你们好好付出代价 你 多把你那一头打猫给剪掉 这可是我的至尊财宝头 你剪了它可是要了我的命 我去剪掉吧 废什么话 林神医让你剪你就得剪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好 是吧 轮到你了 干嘛 我要你当场卸妆 小鸭 你别过来 你以为你跑得掉 看什么 你卸的妆的样子肯定比你现在这个样子好看 让你管我 你给我记住 以后见到这位 要找林先生 听到了没有 知道了 行了 报仇我已经收到了 那我也该回家了 你拿这个当报仇 你觉得不够吗 感觉不够 难道你还想以神相选 我不要 谁稀罕 林先生 林先生慢走 你俩非得给我剪头发 立刻把妆给我卸了 看看什么眼 林先生留步 林先生 还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下周我们江北将会举办一次舞蹈大会 不知林先生有没有兴趣 没兴趣 好生可危啊 猜猜我是谁 猜不出来 是我呀 四十位 你什么时候来江北的 怎么也不跟我提前打声招呼 这当然是为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你啊你 还是那么风风火火的 幸亏呢 二师姐去照顾六师妹了 不然又得训你 谁不知道 我们的三师姐呀 最温柔最体贴了 我才不要整天面对这一张冷冰冰的脸 跟谁欠了他钱一样 贫嘴 这臭脾气还是干不掉 先不说这个了 我小师弟呢 你把他抢哪里了 快带出来让我瞧瞧 那你可要失望了 他出去给人看病了 不过算算时间应该也快回来了 那好吧 我还没买菜呢 葳葳 你呢就先在家里等小师弟 我出去买菜 回家做饭给你吃 好 好 嗯那我就先去洗个澡 再化个美美的妆 等一下给小师弟一个大大的惊喜 好好好都以你 我们四师妹最漂亮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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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师姐 你小师弟饿了 要吃饭 四师姐 要吃饭 我了个去 流氓 臭死吧你 臭死 你的死鹰嘴 臭流氓 别看 师姐 要不先坐下好好聊聊 谁是你自己 师姐 你们真的 别打了 你听我解释 死鹰嘴 你还请多数跑 师姐 喂喂 打过了吗 不行 我做了 师姐 你还打 师姐 我错了 别闹 别闹了 你个臭小子 陈薇薇 看你们俩干的好事 三师姐 你给评评理 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 三师姐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小师弟 而且她刚才进来的时候连门都没有敲一下 所以我还以为她会淫贼 好啊 师姐方班练不敲了 信不信以后再也偷偷进我房间了 不要啊 师姐 我发誓 保证下次再也不偷偷进你房间 我光明正大 敢说这种话 好啊 今天就罚你把宅女裙都打扫一遍 不然不准吃饭 不是这么狠啊 师姐 这也太没人心了 就该对她狠一点 小小年纪就敢对师姐不敬 就该给你点颜色看看 不然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 去就去 去就去 快去 来 吃吃吃 四师姐 你的虎牙好可爱 哪里可爱了 我都恨不得拔落她 怎么会呢 怎么薇薇姐的虎牙最可爱了是不是 多少人羡慕都来不及了 哎呀 小小木终于长大了 还知道安慰师姐呢 师姐 你只需要做好自己 千万不要被世俗的目光所影响 就是呢 以后千万不要随便烂咬人了 不然别人还要去打狂犬疫苗呢 你臭小木 我给你拼了 哎 好了好了 多大的人了还闹 能不能好好吃饭 嗯 四师妹 你这次来不只是看小木的吧 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嗯 我这次回来呢 是为了参加江北道武道大会 我这次回来呢 是为了参加江北道武道大会 争取为我宗门扬名 顺便跟踪一下那个殷煞宗的邪修 哎 哎 干嘛无视我 我也是活人好不好 我也可以包房的 乖 大人的事小鹏就不要瞎掺和 谁是小孩的 怎么操也就你最像小孩好不好 谁是小孩 我哪里像小孩 你再说一遍 我哪里像小孩 我哪里小了 是是是 你不小 你最大了 又不是没看过 我小了 你听我 微微姐 你又小了 你敢不敢说我小了 喂 李先生 我们查到那个下骨之人的行踪了 等我 我把他走 我把他走 师姐 我要出去一下 晚点就回来 哎 臭小木 等等我 姐姐来给你帮忙 现在人等 不许入内 我们不是现在人士 是宋首府就要来的 胡说八道 宋首府会叫你们过来 也不算怕尿罩的你自己什么德行 看看你们穿的什么样子 很想着热脸 赶紧管 再敢胡搅蛮缠 我不介意 让你们到局里做错 你问都不问一句 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宋首府起来的 怎么 现在当狗都能当出优雅肯 你再说一遍 狗东西 我只给你五秒钟 收回康康的话 不然我让你后悔 我也只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再敢拿着枪对着我小师弟 我就要你的命 混账东西 你们竟敢袭击都长 你们有几条狗命 你是都长 现在这都怕了吧 敢袭击都长 我让你这辈子都走不出去 身为都长 竟敢拿枪指甲手无寸体的公民 你威服我 敢打我 你威服我 敢打我 今天老子要让你活着出去 老子不去放 老娘还在这里 就敢欺负我小师弟 今天我不谢了你十根八根肋骨 老娘跟你谢 放则 住手 放手火 林先生 这事发生了什么 宋首府请我过来 但是 宋首府家门口竟然还养了条狗 你他妈说谁是狗 笔 林先生 抱歉抱歉 这事怪我 是我没给底下人敲得清楚 让您受惊了 没事 这是我四师姐陈薇薇 这就行好 这次也麻烦您了 宋首府 他们是 这不 这次下谷事件之后 惊动了监务局和舞蹈协会 我请他们来 我请他们来 就是要大家一起商量一个对策 将那个下谷之人绳之以法 宋首府 这件事非比寻常 你的意思难道是让这两个年轻人跟我们一起行动吗 何学长 你说错了 不是林先生跟着你们去 而是你们去协助林先生 将这个下谷之人绰纳归案 什么 首府 您错了 我们才是赌场 他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协助 这次宋首府被下谷是我先发现的 我没有道理不去 放心 我还会些医术 如果这次行动中发生什么意外 我也可以帮到忙 你说不是吗 这样倒也不错 面对这样的危险人物 有个医生 倒也能多一份保障 那倒也不是 你我都知道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人 会碰到什么危险 林医生赤手空拳的 万一到时候有个什么紧急状况 我们过不上他 李会长说的对 就他那种废物 能帮我什么 多个累赘还影响效率 有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需要他干嘛 好了好了 我要再说了 这事我已经这么定了 你们要是不想去可以回了 你们要是不想去可以回了 你说你们一个个的 让你们跟着林医生去 那才能保证万无一时 你们别生在福中不知福 童谣 是 这位是林先生 接下来的行动跟着他 林先生我来介绍一下 童谣是捕道协会的高手 相信接下来他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不知道您是什么身份 但出发以后一切听从我的安排 严禁擅自行动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你能活着回来 哼 好吧 那就劳烦同队长照顾他 哼 装什么装 神以为自己有多强了是吧 哎 怎么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哼 出发 看在小师姐的面子上暂且算了 师姐 我们也走吧 跟我吧 跟我吧 嗯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对方能力未知 极度危险 行踪隐密 且手段狠毒 所以非必要绝不可擅自行动 林默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啊 那怎么 你最好给我记住 这不是演习 行动中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你没有受过训练 到时候丢了性命可不可以怪我 哎呀 放心了 到那个时候我会出手的吗 你 你个臭小木 师姐还在这儿 你就敢这么臭屁 信不信 我把你的耳朵给揪他 等等等等 师姐 我错了 你把他做什么 这种废物他只要不拖累我们 他的死活与我们无关 他只能活着也是浪费空气 请叫我队长 请叫我队长 盖斯的狗东西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他 小姐 咱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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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快点 跟上 大家都要小心 你在做什么 你们不是在找人吗 我们在帮你找那个谁 对 我再重申一遍 这个下谷之人非常危险 一个时候就可能葬送我们所有人的性命 不要再用你的物质来挑战我的底线 不要再用你的物质来挑战我的底线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有没有人说过你生气的样子 比你严肃的样子可爱多了 更有女人味 你说什么 比不上我们的小师姐就是了 这才对 你们 你们两个去前面探路 怎么 凭什么咱俩去 没有为什么 这是命令 你今天出门是不是掉钥匙了 什么意思 掉钥匙的话 你就去配钥匙 你配个鸡匙 够东西 这一位老子不能拿你怎么样是吧 够东西 你要说不得话当放屁了 再敢说我小师弟一句 你许一许 你们闹够了没有 再敢闹事 自己给我滚出去 走 你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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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又回到了原地 应该是这片区域的磁场乱了 才让我们失去了方向 这又是 不就是普通的鬼打墙吗 去 还鬼打墙 你以为拍电影呢 这是很常见的科学现象 不懂就不要在这里装模作样 师弟 你能下山走 师父没跟你说过这个就属于最低级的迷阵 就是不一层迷雾 这种东西 只要打破这眼就没问题了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 那个不 不愧是 我是 乖 让师姐摸摸汤 你看 那个不就真眼吗 你们看 这个就是真眼 只要一打破它 这个阵法就自动解除了 不对 怎么了 小师弟 怎么了 小师弟 我说这阵法怎么做的这么粗糙 原来是故意想让我们打破这个阵眼 来毁掉我们 你们干什么 聋了吗 早警告过你们 不要上次行动 队长 我发现了死石 这应该是扰落我们磁场的根源 太好了 有了这个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来拿它 我是你 我可不会动它 光神弄滚 就会装病 不动 你能带我们出去吗 不懂就给我乖乖闭闭嘴 否则 狗东西我先拿了 出事了吗 小心 健备 你们看 大家小心 快跟上 保护你 保护你 怎么会这样 都是个狗东西 如果不是你 老子也不会乱碰那个四十 你把他救的害死了 无知就闭上你的狗嘴 无知就闭上你的狗嘴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有心思吵架 四点钟 击中火力 撤位 撤击 等下我帮你争取时间 打开调通道 你去管我外跑 不许回头 微微姐 你是要抛击小师弟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没一个正行 赶紧逃跑 不许让我担心 不行 微微姐 要是让师姐们知道我抛击你 他们肯定要骂我的 准备撤退 微微姐 相信小师弟能保护你 这就准备撤了 你不敢说怎么样 我操你妈小杂种 我最欺骗白面 你躲在后面抛妞 要不是你 我们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 我提醒过你 让你不要动这眼 现在满嘴喷粪 信不信我拔了你舌头 你个小杂种 老子今天就宰了你 老子把伤烧回去 队长 这小子我们不能留 我带着他就是个祸害 我们不能再带着他了 我说的话你听不到吗 丑小木 要不要师姐帮你宰的杂损 别 我保证不留一点痕迹 师姐冷静一下 现在还不是时候 李先生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下一步 睡觉吧 好 伯林先生 臭小木 你还真睡 我也睡 美女队长 你要是一直这么看着我的话 我可以为你是在暗恋我 臭小木 小子 赶紧睡觉 不是说话 笨 不叫出现 所有人即可 该死的东西 赶回老夫心血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饶不了你们几个 让你们死无散生之地 不用活着 就地疾病 保护林先生 不要让林先生受到伤害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他 要不是这个废物的话 我没时间和你争论 但林先生他 方子你做什么 干什么 老子可不想为了这个废物 跟你们一起去死 前辈 不要动手 我无意与你为敌 在场所有人 我都可以献给你 在场所有人 我都可以献给你 如果你不信的话 现在我身边这个女人 随时可以给你享用 爽子你个混蛋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戒指 在老子面前装唇 老子跟你认识这么久 一直在我面前耻高起扬 你才认识这小杂种多久 你就得他发骚发浪 前辈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什么交易 说来老夫听听 带上所有人 我都可以献给前辈 我还可以帮助前辈 逃脱五道协会的追杀 但是前辈 你只要帮我杀一个人 谁 就是这个小杂种 只要前辈杀了他 不但可以享用他的女人 我还可以掩护前辈安全撤离 同时保证五道协会 后面不会做过多追究 你这个狗东西 人长得不怎么样 想的倒是挺美的 可狗中人说要杀我 你问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吗 到现在了还想杀我小师弟 我今天要是让你活着回去 师姐都饶不了我 好 你这小子老夫喜欢 今天就留你一条狗面 顺便帮你 扒了这个小杂种 顺便帮你 扒了这个小杂种 你先让我走 姐 你给我老实点 不然我让你跟他们一起死 小姐小心 靠你个小子 你给我当个人 你回来 你杀了这个小杂种 我操前辈 你回来 我操你报个屁 你回来 原来就这点 师姐 你在这等我 我去去巨回 什么 黄队长 你还好吗 我没事 林先生他 不用担心 还没死 那我来帮他 还敢动我师弟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是人类的速度吗 这下你知不知道我了吧 该死的方子竟然让我对付这种小怪物 等他人老妇归来 定让你尝尝万多十千之头 谁他妈搞脱鞋 谁他妈搞脱鞋 我家武当的玩意 跟你这种老婆婆 就拆不住 老婆婆 好得倒是挺快 叼换成其他人 还真不一定能抓到你 你怎么能罢我一马 我哄过你 你真当我是白痴吗 小杂种 真以为老子打不过你了 谁想再放老福利去 我们精水不犯河水 不担路死水手 精水不犯河水 就你也可以 今天我在这里 就是为了除掉你这个老杂毛的 老杂毛 今天就是你的死计 小杂种 你给我等着 迟早我会让你付出鞋子来 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 老杂毛 老杂毛 老杂毛先接着跑 你刚才不是跑顶快的吗 换成其他人 就送我那几个师姐 真不一定能追上你 小杂种 前面 你能不能找我一命 师父永远不是泰山 日后 我必须把他给你 日后 我必须把他给你 你还敢扔我 我说要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我更 这一天哪来这么多血 上路吧 搞定 喂 薇薇姐 我这边事情解决了 你那边呢 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的话 我们一起回家吧 我们山脚下见 同队长 师父 同队长回来了 怎么样 顺利吗 林先生和陈小姐呢 林先生和陈小姐已经回家了 不过就是个随队医生而已 宋首府正不在乎他 这样未免有些过了吧 话要收回来 方泽人呢 在这次抓捕犯人的行动当中 方泽他反叛了 目前已经扶住 只是 童队长 有话但说无法 不去这班 顾所有而言他 回去以后 我亲自给你请功 童阳不敢 这次抓捕行动 我们根本不是那鬼刀人的对手 行动之所以成功 还是靠了林先生和陈小姐 不去 不去 今天这是饿死我了 我一定要好好把这顿饭补回来 这顿就当庆功宴 在山上跑了那么多路可得吃呀 就是啊 把铁力都吃回来 嗯 都补回来 吃好回去 还得好好的再泡个澡 在山上那么久 我现在浑身都是臭汗味 臭死了 你哪臭了 都是汗臭味 薇薇姐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香香的 哎呀 我们小师弟周会说话 哇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好 在下刘凯 是这家酒店的幕后股东 不知道今天的饭菜 还合你们胃口吗 哦对 不知道能否有机会认识一下 这位小姐 不用那么客气 我是她老公 哦 这样 你是她老公 没关系 我这人就喜欢交朋友 我这人就喜欢交朋友 今天你们这顿饭菜 我请了 是吗 那就太感谢了 那就麻烦 来两只澳洲龙虾 不对 三只 还有一只要打毛带走 你给我松手 松手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但是你让我松手的 你 这么弱鸡 你想学一下泡妞 妈的 给我东西 老子请你吃饭 你他妈敢淫我 小贼 我告诉你 老子今天弄死你 我就想跟师姐出来吃个饭 哪来这么多憋三来找麻烦 你真当我不会发火吗 一帮垃圾 竟敢欺负我小师弟 一帮垃圾竟敢欺负我小师弟 你别嚣张 有点给我等着 大哥 大哥你快过来 刘家带酒店 对 有人干我大哥 你赶快过来 好 我等你 小伙子快走吧 刘少大哥可是个有名的狠人 是啊是啊 还要过来 你就真走了 赶紧打电话找人吧 来给你收尸吧 等会大哥到了 没你好果子吃 要不要师姐出手 帮你废了那小子 没事 他想玩就帮他玩玩 今天他如果不跪下磕三个响头 再自断三条腿 否则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你 谁呀这么大口气 大哥 还要断我老弟三条腿 大哥你可来了 就是这个狗东西 大哥你看我的脸 就是他给我打的 这还让我怎么见人 就是他干的 快我干的 哪来这么漂亮的妞 是啥 这么暴的脾气 不过我喜欢 下面你 刚刚我老弟 没把你手打疼吧 这家伙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 我他不一样 我好像肉大 不然哥哥给你好好饶一饶我 大哥 不不不不 大哥不是他 搞错了搞错了 他是我开始的妞 是这个狗东西打的我 知道了小子 刚才就是你口中狂言 要把我小弟的三条腿打断 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今天就让你知道 当我小弟的下 是你自己捅三刀 还是让他捅你三刀 打了我弟弟 让你的女人陪我吃一碗 不顾分吧 我让你说谎 还想去干嘛 不是 兄弟们 给我杀 想要飞我想失地 他想让我陪你个大猪头 再说一遍 你个大王 快打电话给四爷 你认识易四爷 你敢动我 易四爷是不会放过你们了 是吗 你是易四爷的人 怕了吧 易四爷一会就到 看不透是你们俩 他一会一下压的 这不是你让你休息不得 告诉我们 爸就赶紧给我放开不然的话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赶紧让易猴滚过来 否则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赶紧给四爷打电话 对 四爷 大哥 通了通了 四爷 救命啊 要和行李的小子来砸我们的场子 还说要你五分钟就赶过来 否则就让你活不活气吧 你快来救救我 你快快来救救我 你快啊四爷 刘云王 你他妈 你他妈招死不要带上老子 我他妈现在就过来 但五分钟之内肯定可不动 你自求多福吧 四爷 过了 小小子 赶紧赶紧帮了我吧 你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向我归腿求让 否则等四爷到了 老子绝对让你 我小师弟刚刚说了 从现在开始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他每晚来一分钟 我就同你一道 你们这些狗男女 我一定要动死你们 还有三分钟 哎呀真狠 这些小情侣看起来也不是好惹的 哎 一四爷可是我们江北一霸 等他到了 看他们到时候还能不能嚣张起来 迟到一分钟 你的左手我瘦了 迟到两分钟了 一四爷怎么还没到 小师弟准备 三分钟了 一丝一动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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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我四爷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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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我四爷 四爷 四爷 就是他 就是那个小大虫 把我杀了他 四爷 杀起刀他疼死我了 哎呦 四爷 牧 牧爷 对不起 以后来迟 是小人管理无方 冲撞了牧爷 还请牧爷责罚回事 四爷怎么会给他下跪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 以后 看来你是把我的话 走放屁 对不起 牧爷 小子知错了 这两个家完了 四爷对自己的手下 吓死我特狠 我曾经听说狗不听话的 直接丢进海里去喂鱼了 四爷 四爷 你不好意思吗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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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爷不要 七爷 他 这儿怎么还有一句歌 四爷 四爷 木爷 我求你了 小儿永远不吃泰山 你就把我当个屁 放了我吧 刚刚不是有人说要废了我三条腿吗 我不敢觊觎木爷的女人 对不起木爷 兄弟把我放了 求你了 对不起 死罪可免 活最难逃 把他三条腿废了 是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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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木爷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这再打下去 可要出人命了 行了 就这样吧 多谢木爷 梅梅姐 喂 师姐 想我了 我们现在回去了 要去参加约会 行 我们这就过来 走 走 女儿 今天是非常关键 妈 女儿 你就不要再想着那个臭小子了 妈 这个老同学是江北首富有头有脸的人物 认识的也都是大人物 一定可以帮咱们家跨越最关键的一步 等下见到人 可不能板着脸了 知道吗 妈 你怎么总是不相信小木 以他的实力 你根本不用巴结这些武道世家 他也就是懂点医术还能上千了不差 他号称什么江北神医 他要真这么厉害 那就让这些武道世家来偷合咱们 让我们坐享其成 妈 我真的不想跟您说了 武术跟医术本来就是不同的领域 你这不是为难他吗 谁为难他了 反正我不管 让作我的女婿 首先不能是废物 何况是他这种一无是处的穷光蛋 你以为我愿意来 欠这个老脸来求宋传 妈 都是因为你 你说是吧 我的师姐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您可是希克 很久没见您了 纵少福日理万机 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 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 宋叔 你好 我是香妮 香氏集团董事长 师姐 这是您女儿 果然 真漂亮 真有事见您年轻时候的眉毛 是 你们认识 师姐 是这样 这不前一阵破了一个大案子吗 为咱们江北除掉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这不为了答谢咱们江北的各大家族 所以办了这场宴会 有这么多德高望重的大人物 作证来处理这案子 还不是手动起来 师姐 话还不是这样说的 这回您可是真说错了 要是没有那位大人物 恐怕这次我们可能真的就是一败土地了 什么样的大人物 你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 师姐 您不是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吗 我都不知道人在哪 快带我见见 不着急 师姐 咱先到里头歇一下 他来了 我马上帮您引荐 好呀 来 里边歇 好好好 小师妹 六师姐 小师妹 小木 六师姐 好久不见 感觉你都瘦了 你怎么在这 二师姐人呢 他说薛玫瑰有事 他先回去了 小木 我好想你 我也想你了 对了 你上次一升不空就走了 这次可不能再乱跑了 我们一起回家 对了 四师姐这次也 臭小子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跟到这里来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 赶紧给我滚 师姐 这是有什么误会 这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那位大人物 小师弟 你 大人物就是他 就是这个臭小子 看看他穿得像个乞丐一身穷酸样 怎么可能是那位大人物 怎么可能是那位大人物 天天跟着我女儿只会吃软饭 宋传 你就算耍我也不再这么开玩笑 我的师姐 谁呀 我真没耍你 更不可能骗你 我跟你说 我们江北这次案件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们真的可就一败涂地了 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脚烟生 什么大人物 他算我都不信 圣诚 廖皇大爷是江北收服 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被一个废物给骗了 妈 喂 你什么意思 你不要以为你年纪大我就不敢打你 你要是再敢这么说 我小师弟 没有 四师姐 别说了 四师妹 小小师 好了 四师妹 薛姨是六师妹的母亲 那也不能那么说小师弟 你个小畜生 你说你有什么本事 还会回家三角猫过分 好 师姐 我来解决 我来解决 林先生 你来了 见过林先生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 这次真是多亏了林先生 这次真是多亏了林先生 要不知林先生 你可知道我们所有的行动队员都会上命 有什么让我去的 不就是会点医术吗 你说说看 你们行动队自己不配备阴阳人员 快到找谁 你这个无知妇人 妈 再怎么说 小木也是神医 单凭这一点 他也值得受到尊重 一生就是一生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他要在这里装什么大人物 宋川 我可提醒你 这小子可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好好地传一传 千万别让他给骗了 林先生 你好 我是江北歼舞区局长何文华 双治负责管控江北五指 我想邀请你做我们歼舞区的督徒 责责长官我们歼舞区各项事务 不知你 李先生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江北舞蹈协会的吕道龙 你以前救过我的孙女 你还记得我吗 这样 我想邀请你去孙来我们江北舞蹈协会 来做一个主任 你敢相信啊 李老头 你不像武德啊 去去去去去 林先生我早就认识了 要时间的话 你才是小三 什么叫你先来的 我先 你才是小三 什么叫你先来的 那可是我先来的 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林先生去你那根本就是驱才 奸舞局才是真正能出强子的 我告诉你 你们那个奸舞局啊算个毛啊 真是的 你们能出个屁的枪招 我告诉林先生到我们这里来修炼资源 诬陷供应 我们这里才是修炼的好地方 你个老混蛋 你不扶我们去干一家啊 你算个毛啊 真是呢 就会装模作样 你以为老夫怕你啊 我告诉他 咱们出去干一家 行行行行 两位别再加了 林先生你一定要来我们奸舞局啊 哎哟 林先生 你再考虑考虑吧 这个机不可施啊 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别闹了 再闹下去可就过年了 感谢各位台爱 抱歉 不管是武道协会 还是奸舞局 我都不感兴趣 我下山可不是来给你们打工的 打工 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 算了吧 你们就都别劝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下山就只是想陪我几个师姐们共度余生的 李沐你个臭小子 你是有病吧 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成真心 你是在气死我吗 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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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算是好机会了 给他们打工 还不如去我师姐公司上班 当个小职员 这能病吗 好了师姐 妈 小师弟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 你又何必为难他呢 那我不管 他要是不答应去奸舞局换成武道协会 我就绝对不会让他踏进我肖家大门 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你肖子不要想 师姐 话可不能这么说 交给我 交给我 好不好师姐 这种废物谁要要谁要吧 反正我学会了是不会要的 宋川 我看见到夜下到什么时候 你们趁早要后悔 臭屁股 我来几句 李先生 李先生 你可是不是考虑 臭小木是我们的 不许跟我们抢小师弟 四师妹 别闹了 我才没有胡闹 你看看这些老头子 一个个都对臭小木虎视丹丹 我才不要把臭小木让给他们 四师姐 你是有四师姐 小师妹 咱们等会儿 先让师姐把这帮老家伙都收拾了 好了 师姐 你不用耐心 我不会真的跟这帮老家伙走的 我不会真的跟这帮老家伙走的 就算他们抢我 我也不会的 那点 陈小姐 哎呀 又不会我们了 我们这次啊 就想对林先生 这次帮助我们破了案 表示感谢 哎 好了好了 下面有请我们江北的功臣林先生 上台讲话 哈哈哈 林先生 一边请 哈哈哈 林先生 这张卡啊 是您这次帮我们解决犯人的报酬 这枚勋章呢 则是江北国书代言人的身份证明 请您孝大 行了 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哎呀 林先生看不上这些也是理所应当 这样 以后林先生要是有什么事情找我 我送某人一定接近全力 绝不推辞 我不需要这些 不过吧 的确有件事情需要送出帮忙 林先生 但说无妨 今天在座的各位 都是江北武术界的前辈 今天我在此 择日不如壮语 我就直说了 我准备 择日不如壮语 我就直说了 我准备重整江北武当计 林先生要重整江北武当计 不是开玩笑吧 今天我敢借这个地方说话 那我就不是在开玩笑 重整江北武当计 这种话他也敢说 他以为他自己算什么东西 连这种话都敢说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妈 你别说了 小木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理由 这道理由 要我说根本就是自尊也不可 那这次怎么办 小木没出气的家伙 确实有点太震动了 要不你上去把他带下来吧 这个臭小木 该不会是因为我之前说要参加江北武当大会这件事 想强出头吧 不行 不行 我可不能让他乱来 林小勇还真是语出惊人 年轻人出城牛都不怕虎 能理解 但如果看不清现实的话 可是容易栽跟头的 看来我们是高看了这位林先生 今天是刘老爷子没来 不然怎么能让他再play fast 好了 大家听我说两句 林先生要整治江北武当剑 我觉得这很好 我觉得这很好 毕竟这么多年来 江北武当剑一直受到陈家赌赌 是该好好整顿一下了 宋少福 听你这意思 是要支持这小子胡闹了 陈家倒了倒是不错 但传闻陈家可是负面于阎王之手 要整顿也是阎王整顿 他算整个东西 废物就是废物 好好的事让他给搞成这样 没出息的东西 女儿你就说我怎么可能让这种人 进我小家的门 让我等听命于一个毛头小子的命令 抱歉 我书不奉陪 不想接受我整个也没事 只要你们答应 从此退出武当剑 那么我不予追究 小崽子你真想找死不成 我就不信 今日你还能强压着我们 屈服于你 好了好了好了 既然江北武当剑 各家有各家的想法 我说什么你们也不愿意听 那么就由你们江北武当中人 自行解决吧 老苏 你不能走 机会我给过你们了 错过这次机会 可就没有机会了 错过这次机会 可就没有机会了 刘家家主刘新胜 先来拜访 江北一猴 拜见牧爷 刘家爷来了 那个一猴 这一下热闹了 有好戏看了 爸爸 就是他 就是他 用这个狗长手打动我腿的 女子 还不赶快给林先生道歉 是 林先生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敢冒险您 和您的女朋友的 我可死 我可死 我求求您饶了我吧 林先生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 刘家主 您这是 昨天晚上 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和林先生发生了冲突 被打断了手脚 这太无法无天了 年轻人之间闹的矛盾多正常 怎能下这么狠的手 刘家主你放心 凭人打架也没事要顺你照顾 今日一定会把你找回这个场子 老子找你妈 要找你自己找 别拖累老夫 给我滚 刘家主 我这是想帮你啊 你这是干什么 你也不撒帮要照上你的熊样 还敢在这儿造刺 还不快滚 小修面全家 还不快滚 小修面全家 江伟刘家刘先生 客来向林先生请罪 你因为什么来赔罪 你说说看 祖日玄子在酒店出言不许 冒犯了林先生 被打到了三条腿 实属罪有应得 所以今天带他来 特地向您请罪 你儿子因为出言不许 被我断了三条腿 我觉得挺公平的 所以你刘家无罪 刘家主的这样 这他 一航 刘家主是你带来的吧 莫言输罪 我是担心刘家主不知行冒犯了您 所以特地借今天这个机会 带他过来请罪 念在你刘家出饭 这次我就不予追究了 如果下次还敢仗子欺人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多谢林先生 多谢林先生 全是屁伙 女子 快谢谢林先生 我就知道小孟不会乱来的 让我说对了吧 就算这样 那也不能太张扬 数字太多 总归不是什么好事 这臭小子 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是我的小师弟 林梦 你杀我弟子陈光荣 今日老夫定要你付出血的代价 看来你就是陈光荣背后那个人 修炼邪术 伤害他人 我还没去找你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乳羞未干的小杂种 真以为这江北是你一个人的天下不成 你太猖狂了 今天就让我来先灭了你这个小子 从今往后江北武道 唯我独尊 好想在那里 快 等候这个小弟弟 好帮我上 我叫他有点能耐 说说你想怎么死 以后江北武道界就由我黑袍一脉执掌 你几次三分想加害我师姐 现在又想扰乱江北武道界 谁给你的勇气 黑袍老怪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们江北武道界的公敌 你还不给我束手就擒 你会啥 躺臂当车 独自量力 我等愿意臣服大人 求大人出手朱砂的墓 为我们主持公道 这帮墙头子 让老娘灭了这老怪物 再来收拾你 师妹小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 留我在 肯定没问题 老家伙 有点东西 你小小年纪 你小小年纪便有如此秀为 的确不俗 你别说老夫不给你机会 交出玄机玉 我留你一条狗命 想要玄机玉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 慢 你是大宗师 大宗师也配与我相批并论 今天我就送你归心 你是 何不服 林先生 山里无双 今武器在此 可由不得你在这里烂杀无辜 权力支持林先生 成成江北武堂气 从今往后 刘家定为林先生 赴唐蹈火 在所不辞 一切轻松 林先生安排 行了行了行了 我懒得听你们这些强斗草发誓 不过嘛 我有句话 希望你们能记住 请听林先生教会 顺我者 我可举他升上九天之万 你我者 我必送他去阎罗地狱 我亲爱的师姐们 我们回家吧